这个会议 我觉得在大家繁忙的日程之中 有时间去玩一玩 下面我正式宣布 今天下午的会议正式开始 请首先允许我 把我们这个专题小组的会议来专门讲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律问题 垃圾邮件 网络犯罪 还有黑客这个主题 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呢 有几个非常重要嘉宾来发言 还有一个这个主持人 首先是斯兰卡的一位 这个法律顾问 斯兰卡这个ICT 就是信息技术的这个机构的 还有呢 这个Chris Pitt 他是我们这个网络问题 美国网络问题的 这个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的 这个顾问 还有卡伦 马尔布里 他是这个专门负责 互联网社会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 他也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犯罪方面的 还有垃圾邮件方面的专家 另外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持人 是Chris Bowyer先生 他是AT&T公司的 还有卡伦马尔布里 他是来自这个互联网社会的 说我不想多做开场白 我想提醒大家 我们网络中有一些问题要解释一下 有些具体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 是非常具体的 请大家呢 把你们的观点讲出来 这样呢 你们要把你的观点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帮这个垃圾邮件呢 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 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在今后怎么样加强能力建设 有效的加强政府和私营行业的 这个合作和其他合作 同时呢 这个要进一步的 这个现在有些法律框架的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黑客 还有网络犯罪的问题 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验 因为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 在起草这个 这个印度尼西亚 201年到今后的网络 这个方面的正式的过程中呢 我们呢也是要操作问题的 有些网络犯罪的案例呢 例如呢 网络恐怖 还有这个 网络欺诈呀 滥用啊 还有这个伪造啊 有很多的形式 但是它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呢 就是呢 这个 它是这个 影响了公众的这个心情和这个 积极性 破坏了公众的法律 同时呢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我们有时候呢 低估了它的这个 这个严重性 从原则上来讲呢 我们也都知道 网络犯罪呢 实际上是一种这个 最终的犯罪形式呢 它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间接打击它 才能防止这种犯罪 同时呢 要采取措施 采取社会化的形式 我不要忘记 还有好多垃圾邮件呀 还有这个 垃圾邮件呢 都是网络犯罪的 常用的手段啊 我认为呢 我们这次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我们这次专题小组 讨论的一个中心 我希望期待着大家 踊跃的发言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 嘉宾 我们也讲到这些嘉宾的名单了 在我 请我的这个主持人 这个说话之前 我想请Kuma先生 五分钟时间 你能不能用五分钟时间 把最重要的一些要点 在提纲协谈讲一讲 谢谢主席先生 我觉得不用五分钟时间 就想办 刚才我们讲到了 我们这个 我们在准备会议过程中呢 也是研究这个 互联网社会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我同学主持过这个预备的会议 而且呢 当时呢 在准备的工作过程中呢 我们呢 注意到了很多的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我们工作组 尤其是IJF工作组的 一些改进的问题呢 有一个工作组呢 它是这个我们在这个 互联网社会委员和技术委员会 突然讲到两个政策的问题 我们认为呢 这样是比较好的 就是要求我们大家提供更多的意见 我们把你们一些重要的点子和意见的集中起来 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还有些政策性的问题呢 我们主要是为我们的法律框架来做准备的 我也知道我们的主持人呢 将会呢 这个帮助我们很多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列出了九个问题 我们这九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议呢 非常感兴趣 有些问题呢 和这个IJF的作用有关 就是怎么样来这个 在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下面请我们的Chris主持人来这个欢迎 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次的会议 刚才我们都知道了 今天的会议的重点是放在法律框架 什么框架呢 就是垃圾邮件黑客 还有网络犯罪这些问题上的法律框架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讲呢 我想做的话呢 就做 因为我是个主持人 我就想每一位讲演嘉宾 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 对这三个议题呢 你们都谈一谈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我们先谈垃圾邮件 然后呢 再花个30到40分钟 然后呢 我再请专家呢 再谈一谈 他们有什么总体的看法 然后呢 他们谈完了这些三个问题以后呢 我们就让 这个 库姆刚才讲到的这个几个问题 就几个问题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然后呢 我想这个鼓励所有参会的代表呢 因为这次是一座互动性的会议 我也希望你们也踊跃提问 我们这个讲演嘉宾呢 就不同主题讲话 发言之后呢 你们要有问题的话呢 也大胆的提出来 找到话筒 就是可以说话 我们很愿意从你们中间汲取一些营养 好 那么说完这番话之后呢 我就马上宣布会正式开始说完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 有这个有关 就是关于 就是垃圾邮件这个有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 先请我们的讲演嘉宾总体的讲一讲 你们怎么样看 这个垃圾邮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样 我们管理垃圾邮件是否成功 成功 在过几年是否成功 成功程度多大 那么我们首先请凯尔伦女士 请你先说 行吗 好 那当然谢谢你了 我叫凯尔伦毛病 我是互联网社会的 关于这个垃圾邮件这个问题呀 我第一次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这个垃圾邮件有关的问题呢 是在 我们开这个条约会的时候 就是Wiki的条约会的时候呢 当时讲到了国际条约中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关于这个条约的方面的这个讨论 当时呢 很多的代表团参与了这次的讨论 到底什么是这个垃圾邮件定义如何 垃圾邮件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在 我想说特别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他们确实呢 有必要 他们认为呢 他们互联网中的问题呢 好像都跟垃圾邮件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这样我们就坚信呢 可能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让我们更加充分的了解 到底什么是垃圾邮件 我们怎么能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来改进和管理 他们的这个互联网系统 因此呢 互联网社会 制定了一个项目 来 对新发展中国家进行宣传帮助 这些发展中国家呢 能力建设更好的了解 到底 怎么样才能打击垃圾邮件 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和工具 来加以使用需要什么样的专家 来帮助他们 这些专家和工具就可以帮助他们来 首先了解他们面临哪些 这个选择的方案 是不是在自己国家 有些人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跟能力建设有关系 建立了多利益相关者的系统 大家共享有关的信息 提供那些这个能力的这个帮助 这就是我总体对这个垃圾邮件 这个介绍 那么 我就结束了 主持人说 非常感谢 Chris 你下来 Chris你先说 非常高兴 我们一讲到垃圾邮件的话 我完全同意 Chris的观点 我们必须要找到 什么是垃圾邮件的定义 垃圾邮件有几个主要的影响 影响网络 一个就要清楚 我们讲的这些垃圾邮件 就是我们不请自来的电子邮件 它非塞给我们的 并不是那种邮件 就是 这是一种我们所关心的 这问题就是 大家好像先生要解决垃圾邮件的方法 跟我们一样 就像解决 就是一个网络安全的问题一样 它并不是一种 把它作为一种代理 把它作为一种 这个 这个 政治 阻碍这个政治言论和人权的手段 因此呢 对我们来讲呢 垃圾邮件有两个方面要注意 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影响 对网络的影响 它呢 就拥塞了我们的这个网络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垃圾邮件也是一种手段 就像很多人所说的 它作为一种手段 它带来一些恶意 这个病毒 恶意代码啊 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 传播这些恶意代码的方法 和钓鱼远舰啊 就攻击你啊 因此我们确实应该解决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的国家都应该解决问题 各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程度不一样 这个作为一种 像路由器一样的东西啊 路径啊 帮助我们这个来解决问题 确实有很多 在这方面的这个解决这个垃圾邮件 还有技术委员会啊 还有法律方面 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也使用这种多力相关者的方法 在美国 我们2003年 我们颁布一项法案 就是专门要打击这个商业上的这种 这种垃圾邮件 例如这个商业化的 你这个不请自来 强加给你电子邮件 把它对它加息控制 防止它那个这种攻击 有些传播黄色的这些东西 还搞些非法营销的东西 有些这个邮件 必须要有标签 还有好多呢 这个邮件 它必须 还有一些通过一些标准的方法呀 其中包括一些这个 有些的这个配置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能够专门解决一些 隐蔽性很强的一些垃圾邮件 你们都知道呢 有各种不同的混合 这种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啊 但总的来讲呢 是受欢迎的 我想说呢 我们应该说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确实要从技术角度 能够解决美国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是主要的一个在这方面的执法机构 来打击垃圾邮件 他们确实采取了措施 采取预防措施 同时对消费者进行教育 同时采取一些执法的方法 通过呢 这个打击一些这个案例 另外呢 在美国呢 我们确实在行业中 也搞了这个多力相关者 这种方法 这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呢 是非常好的 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 有效的合作 来解决全球这个问题呢 这因为它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 垃圾邮件的问题啊 我想说的是 就是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项目 正在进行 主要的都是很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例如说这个IGF的代表 参加还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社会啊 的参与 确实呢 这是非常好的 他们对很多发展国家 提供了这种关键的帮助 通过这个 我们的工作组 接着我们就是这个 短信 这个恶意软件的 这个移动的这种 反乱用工作组的会议 还有一些其他的 叫MHGW的会议啊 都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 有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的 有些呢 都是这个多这个 这个相关者这个 呃 提着下做的 还包括这个政府 确实 有时呢 还有个问题 大家不知道 就是我们很多工作的 别人不知道 尤其是发展国家 不知道 我世界其他地方 做了很多地方的工作 因此我想说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IGF 所富有的这职能 多做这些工作 就是告诉全世界 有关的人 其他的国家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确实很多工作 已经在正常进行 这些工作呢 确实呢 一直在解决 那个一些恶意的 这种垃圾邮件呢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这个要在 网络上进行一些 这个 大的清理啊 做一些审慎调查的措施啊 来进步的提升 我们的网络的这种 安全和清洁性 还有很多人呢 都是知道 还有很多其他的 新的这个努力 还有再有的努力 但是我想说 主要的问题 还是提高 提高大家的 这个公众的意识 告诉大家 做了一些工作 都在哪些地方 进行讨论 怎么来这个 解决问题 并不是非要做出决定 到底经过怎么走啊 好 谢谢Chris Agenda 谢谢 谢谢 我的发言 非常的简短 我们在讲到垃圾邮件 特别是呢 我们都知道呢 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 像斯里兰卡 这样的国家 我们经常会有人 为我们提到 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说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或者是一个法律问题 或者是二者 将而有之呢 我们这个 总的 这个就一致性的 这种看法呢 特别是从我这个 司法轨压去来说呢 这个内容呢 我们涉及到 我们这些技术方面 也包括一些这个 法律政策方面 应该是 这两方相互合作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垃圾邮件呢 是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呢 有一些这个 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些模式 可以发挥一定的关键作用 包括一些工作组啊 还有一些 其他一些这个 论坛的等等 可以能够来探讨 这样一个问题 在西兰卡呢 我们已经迈出了 一些具体的步骤 包括一些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 来合作 能够来保证 作为他们这个 许可证的一部分 和这个职权范围的一部分 他们应该能够 尽可能采取步骤 来去减少 来去这种垃圾邮件的一些传播 包括采用一些技术 变取他们一些传播 但是我的观点呢 我想来特别强调的 能够这样共同探讨的 能够把这个信息 给它传播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们都是讲到 这些技术方面的一些 包括这个法律 结合在一起 我们应该采用一种 非常谨慎思考的一些办法 以便去应对这种全球 共同这个经常碰到 就是这样一些 垃圾邮件的问题 谢谢 我想基于呢 我们不同一些专家 一些观点 我们这些各种方面的一些举措 我们再探讨来去 怎么样阻止这样一些 拉机邮件 对不起 你现在来讲话吗 我是代表了我们这个 一家国家计划的这样一个 所以Nutris 这是那个 我想呢 讲到14、15年以前 从今天来回顾一下 比如说呢 到这个2013年 这个之前的情况 我们那里讲到呢 关于垃圾邮件 这是呢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我们非常讨厌的一些东西 我们会收到越来越多的一些 这个邮件在我们的邮箱里边 这不是什么正常的一些邮件 很显然呢 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令人 这个非常烦的这样一个地步 我们必须来加以解决 像Crystal提对一样 是这样一种主动发出的一些商业信函 我们可能并不是说 看到这个少了 也有多了 就带来很多一些商业广告 这一些垃圾广告 如果你不想来去收到这样一些邮件的话 他人需要来去呼吁 在我们这个荷兰进一步来有这样一做法 但是我们在2004年5月份 我们来去实施了这样一种法律 在半年之内 在印度尼西亚呢 我们可以能够来去找到这样一些邮件 他们似乎是有一些这个消失了 这是我们有一些非常这个愤怒的一些 这个法律机构 他们还有一些这个 经常来去销售这样一些商务信函 并没有完全能够结合起来 也通过我们一些监管部门的 还把调查部门来去合作来去努力 这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就是管有一个法律 你必须呢 能够 让他们来去选择 去接收和发送这些邮件 而且这样是很有效的 当然我们对于国际的这样一些垃圾邮件 我们目前还在收到很多 包括一些这各种的一些 有些是和法律方面 还等等一些非法的等情况 这都是不同类型的一种垃圾邮件 并不是一些商务的广告等等 有设计的 比如说你要有些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不禁止销售一些产品的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这里边呢 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害了 对于我们来说 更加是围绕着这些 不光是今天的这垃圾邮件 我们如果要去有效的 能够来在这个计算机的时代 开发这样一些 这个中南部收到这样一些 这个邮件 影响到我们 这些我们这个 9999年当时的这个 法律的制定者 他们那个法律 可能今天并不太有效了 他并不是要说呢 我们这些监管的框架呢 那些时候开发来说 现在是不行了 也并不完全这个意思 我们应该快去起点 我们不要再来忘记了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 2004 2005 就有这样的一个OECD的 一个关于这个 反对垃圾邮件的 一些这个工具包 我们如果来去定义 这些垃圾邮件 这个工具包呢 毫无疑问呢 是在这个互联网上 传送的一些东西 这也包括一些网站的 一些这样一些垃圾邮件 这一些反垃圾邮件的 工作包呢 他应该有这样一些OECD 这个网站 能够成功来去打击 这样一些这个 这个垃圾邮件 包括一些我们的产业界 做一些努力 坦率也得说呢 我们并没有收到 一个这个垃圾邮件 包括有一些 可能是钓鱼的邮件 来进来去进入 我在这里边 还有一些反对 一些赌博的 等等 一些会收到那么一些 如果来对比一下 我们在这个2002年 收到这个数量 我想他们这个OECD 做的非常好的工作 他们是这个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行业的这样做的 但是并不是 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来进行 进行一步探讨 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和这个荷兰角来说 它这个垃圾邮件 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并不是完全 一块都一样的 我们会 这个问题会再次提出来 像你们呢 通过主席 让我们来知道 在你的国家 是否还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问题 我想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来连绞一些 我们在做的一些 各位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讨论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问题有多大 在你们各自的国家 这个垃圾邮件 有多么严重 我想我们听到 一些专家已经讲到了 这里边有很多一些 这个倡议和举措 在进行当中 在应对这些垃圾邮件 我可以从 像克里斯对着 从我们这个 反应垃圾邮件的 公共小组角来说 我也是他那一个 政策委员会的 一个联系主席 但是我们一些 最佳的一些 这个实践啊 从003年到04年 05年 这个机构开始创建的 也出版了 很多一些 不同的文件 能够来去提供了 不同的一些 最佳实践 把它转换成 我们多种语言 就翻译成 也帮助来去应对 这个垃圾邮件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行动的进行当中 包括一些 伦敦的行动计划 还有这个打击垃圾邮件啊 还有一个文件 所发布的 就是那个 来自于这些 在一些 国家的一些计划之下 包括一些 最佳实践啊等等 我想其中的一个挑战 我们所面对的 我们如何来去 提升我们总体的 公民意识 针对不同的一些 可用的工具 还有不同的一些 做法来去应对 这些垃圾邮件 我们如何来 进一步的推广 我们某些的一些 解决方案 有更大的一个 相互合作的框架 我想来去 请我们每一位专家 简单的来去说一下 针对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如何把这个 工作能够做得 更加大 可持续的发展 特别是某些国家 可能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经验 这方面是 谁想向来讲一下呢 想谢谢 我是Karen Dauber 我是来自于 这个联合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协会 就是按照我们 开始讲的内容 我们来开始来考虑呢 我们如何来去应对 这样一个 到底什么是 这个垃圾邮件 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来帮助 这些发展中国家 能够还得去了解 它这个包括 这个垃圾邮件 以及它们能够 有什么样一些工具 能充分的利用 自己的努力来去实施 并不止 它的一个国家 和一个区域的 还有我们 今年早些时候开始的一个项目 像Chris提到的一样 充分的利用 我们这个来自于 Mog的一些信息 这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这是一个协会 叫Mog 是专注于 我们来管理 来去减少 这辆机油件 这些恶意 往恶意件的 一些这样的一些 一个机构 包括一些 很多一些活动 还有这个伦敦的行动计划 像这个我提到的一样 也是一个执行机构 在某些国家里边 在他们这个 变得越来越多 来讲到这种 跨国界的 一个执法的一个机构 我们也跟这个GSMA合作 包括一些 这个文本的一些 这个信息 GSMA 这里边有很多一些努力 来自于非常好的一些 行业的一些协会的努力 他们非常愿意来去分享 我们也在这个互联网协会 就是来去协助 来提供这些信息 给各个区域 我们也举行了一些 专题讨论 今天我们明年 会有更多的一些 在计划当中 把这些专家 能够来去提供给 我们在这个内罗币 在9月份呢 我们在阿尼根廷 两个星期之前呢 所以这些专家呢 来自于这样一些 行业协会啊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也可以坐下来 来相互讲一讲 如何你们来去应对 这个垃圾邮件 就是这样一种垃圾邮件 坦书里说 我们一个通用的定义 就是叫做主动来去发出的 一些这个邮件 你可以看到ITR来自于 这个Wiki的 他们是专 只是专注于这样一些 这个行业 可能通讯行业 也可能对你们并不完全 有这种相关性 这都是围绕着 什么是这样一些 自己不想收到的一些 这个垃圾邮件 这里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在里边 就是我们想来去协助他 给这些专家们 这样能够面对呢 一些这个领域啊 一些政府啊 一些行业啊 还有技术啊 组织的机构啊 所以他们可以有这样一种 专界啊 这专业知识的交流 交流一些知识 包括一些管理的办法 能够给他们提供 更好的一些工具 就他们能够做 他们想要做的工作 我想这个项目 和这样一些计划呢 我们一把它分成了 三个大的组成部分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 相关的工具集 来去基于我们OECD 他们自己的这个2K的工具集 以前做的 他们当然已经更新了很多次了 我们想来看一下 然后把它加以更新 我们可以能够来去提供 我们目前最佳的一些实践 最佳的一些 我们网络和运营商 提供的一些这个代码的呢 现在呢 我们有这样一些工具可用的话 有些是完全免费的 有一些呢 是让你要来去 需要更多的一些专业知识 来去实施 但是我们想能够来去抓住 我们这样一些不同的选择 核表和一些核对表 在这个发展中国家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向前发展 来去尽可能减少垃圾邮件的话 这会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来去思考的 有助于你能够朝这方面来去 实施一些具体的工作 或者步骤 除了我们的关于这个 决策者的一些专业讨论会之外呢 还有一些专业讨论呢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动手的 这样一些网络的一些 操作管理上的一些知识 可以跟你们来去分享 更好来去改善你自己的网络上的一些管理 我们也是跟Mog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计划 GSMA 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合作 他们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就是如何来去 更好来去管理这些垃圾邮件 我们都知道呢 阿拉基邮件呢 是像我们一个病毒一样 就是你永远是无法来去治愈的 这一种疾病一样 我们是从20年一开始 首次出现电脑件事就有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 我们进入的一项瓶颈一样 还有一些这个恶意件 恶意软件等等 有这样很多一些机制在里面 还有包括一些僵尸网络 有些人想更好的来管理网络的话 你必须呢最起码能够 跟这个新的这样一些 他们要来去传送 传送这样一些病毒的人 传播病毒的这样一些机制 能够给他们来去 导致同步的一种这个发展 我想来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是国务卿 国务卿就是国务部门国务院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一些 这个网络犯罪一些这种情况 等等呢 想来来去讲一下呢 来去对这个开论讲 表示完全赞同 第一个组成部分呢 我今晚会听到 特别是来自于这个发展中国家 我是怎么来去做 去应对这个问题 我是非常感兴趣 能够找到清楚 如何来去应对这个问题 或者解决我可以 能跟谁去勾交通 谁是我们的专家 第一点呢 要来保证呢 这个我们要提高这样一些意识 我们所描述的是这个 非常是重点的一个 它这一些全球的国家 也知道他们这些论坛是什么 有什么样一些工具是可用的 这是应该呢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能力建设 我后来讲到更多的能力建设 包括一些打击这个网络犯罪 还有一些这个网络安全的 一些这个黑客问题等等 我们这个能力建设呢 应该是非常好 能够来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点呢 我也想呢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注意到了 垃圾邮件呢 越成为这样一个 其他一些这个恶意攻击的 一个失量一样 它并没有包括是这个攻击本身 我们会应对这样一些恶意的一些攻击 包括一些黑客啊 还有一些网络犯罪啊 已经已经成了一个切入点 进入到我们的这些计算机里边 我想呢 这有几个的途径来去应对 我们还要涉及到 其他一些方面的领域的情况 在这个专家讨论上 其中的一个关于我们策略呢 只能不能涉及到我们这个网络安全 你要更加安全的网络 包括政府啊私营行业啊 包括一些我们普通人啊 以及网络 还有一些策略 还有一些政策 包括一些国内一些政策 怎么来制定出来 第二点呢 我们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些打击 网络犯罪的一些政策 包括一些法律 还有一些能力来去 做一些培训啊等等 这是整体可适用于这方面的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一些叫做恶意 这些活动的一些一个一个 一个失量或者向量 然后最后特有对我们有帮助来说呢 能够把所有不同的社区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再讲到一些垃圾邮件 什么一个Vector 一个包括是针对一些犯罪活动啊 或这样一些网络犯罪活动啊 这里边我们稍微来会讲一讲 会有这样一个技术委员会一样 它是来去建立这样一些防范网络 还有些私营部门呢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作用可以发挥 把这些社区群体给它结合起来 是非常关键的极为重要的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其中呢我想要去做的 就是来去主持了一个 这一高科技的一个打击犯罪的 这样的一个联络网络 一个24x7的这样一个联系 能够涉及到50个国家 然后有1点开始做呢 如何来去把这些专题讨论会 结合起来 这作为第一个 这是能够做出一些 这个紧急想的一些团队 有些技术专家在里边 然后在这样一个 实现这个应急响应的 这个团队里边呢 我们能够来去相互的信任 也有多种人去组合在一起 包括一些私营部门啊 你有更多的一些 快速一些响应啊 对这样一些问题 这应该是在我国内 所有的国家都来去做这个工作 我想还有一些做法呢 我们可以能够去推广的 以及提升我们的一些意识啊 等等都可以去做的 非常好的 谢谢 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的 Chris 我同意呢 刚才这个 前面一些这个发言者所讲的 除此之外呢 我想来去强调一点呢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很多人呢 都也参与了我们这样的一些 这个日常的一些 包括一些政治讨论啊 一些政策讨论啊 还有一些这个网络防范啊 网络一些安全啊 等等一些 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呢 我们在OECD啊 或这个打击犯罪 网络犯罪 垃圾邮件的这些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把一些行动计划 还有一些行动小组 一些工作等等 但是呢 这更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 从我们的日常当中 这种运行的角度来说 在我们自己的一些国家里边 是这样的 这些 发生的情况呢 是涉及到各个一些行业 他们一开始呢 并不能够来去注意到 我们最基层的 这样一些社区 这个层次上 有时经常我们会发现呢 某些这些文件呢 文献呢 它只是英文的 当然我也知道 我们可能呢 有不知为什么 我们把它翻译成 我们叫做 反垃圾邮件的 这个工具包 能够试试多种语言的 有些活动的 这在领域里边呢 它只是英文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 看到一些问题 它最起码呢 某些这种概述的 一些核心要点的文件 我们应该需要注意的 在这个技术上啊 还有这个 我们使用者角来说 应该能够提供 多种语言的版本 玩版本 这是来自于 各个一些组织机构 能够来去 给他进行分享 我最后一点呢 就是Chris呢 这个内容呢 这个垃圾邮件呢 要求呢 像一开始说的 包括一些技术啊 法律啊 我们应该把这些努力 给它合在一起 我们越来越多的需要呢 有这样一些 这个网络安全的战略 以及它一些 国家的一些 这种安全战略 在这里边呢 都是值得 我们来去考虑 我们是否需要呢 能够来去 有这样一些协议 来去避免这些问题 它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需要有快速的 这样一些 这个行动这个领域 能够来去制定一些 全球的网络安全的战略 新协调的这些努力 在我换别人之前 我想说 我的主席可能要说几句话 那我现在有请主席 谢谢主持人 我想再补充 几个问题 这个可能大家忘了探讨的 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谈到了 这个隐私的问题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讲 就是这个 我们在这个多大程度上讲 那些就是强行推给你的一些 恶意的通讯 那些东西 它确实是一种 有所谓我们隐私的 特别是那些消费者 保护权力的问题 我们要重视 我们如果讲到这个 一个企业角度来讲 任何这个垃圾呢 有些是对商业公司来讲 发垃圾邮件是对的 但是呢 对每个用户来讲呢 那这就是一种 这个垃圾的邮件 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它现在垃圾有来多 甚至通过互联网 这个垃圾的邮件 垃圾的东西呢 通过我们手机都进来了 这都是这个法律 现在一个法律的实质的问题 确实它是不一样的 也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呢 这个互相打电话 我觉得通过互联网的 这个通讯呢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通讯 也可能你有权利 向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或者从一个商业手段 也可能有权利 但是就跟我们平时 这个联系一样 你不能随便 想跟人打招呼 打招呼是吧 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 尤其这个商业性 邮件的东西 非常感谢 你能不能再讲几句话 谢谢主席 谢谢 我叫Nutris 我们给全世界提供的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叫伦敦行动计划 我们在世界上提供了很多 打击垃圾邮件的手段 例如搞培训呢 还有提供各种不同的手段 工具来打击 各种不同的垃圾邮件 还有一些知识传播 因此我想说 我就希望想请大家 参加我们的伦敦行动计划 我们这样可以把我们的行动计划 在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起草一个反垃圾邮件的法律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 据我所知呢 我们现在所讲到的一个问题 目前伦敦行动计划呢 都是一些这个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这个方法 我们希望搞着一个这个MMAWG 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 在蒙特利尔 我们昨天已经讲 他们昨天讲到了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私人的这个顾问呢 我觉得我现在就代表 伦敦这个行动计划 我们要共同采取行动来 从上一角度来打击垃圾 这个一些网上垃圾邮件 有一个问题呢 就基本上就是培训是非常重要的 蒙特利尔会议上 我们都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出现一种错配 就是需求和供需相方 有这种错配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种解决方案 这样呢 我们各个不同的领导机构呢 或者主管部门呢 看一看 在全球建立一种培训的这种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值得考虑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动计划中 有一个 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讲解到时呢 我们要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 据我所知 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发生 因此 我们还应该进步的加强能力建设 不要让那问题等太大以后再想解决 好 怎么样来 来扩大一些有关的这个活动 就是Mark的行动 像其他国家扩大活动 这个问题啊 确实值得我们讨论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 Karen讲到了合作伙伴的关系 就是Isaac和Mark 做了很多这个合作工作 Mark呢 现在正在建立这么一个基础 支持正在进行的 或者支持那些正在进行的 培训呢 在其他国家已经培训啊 不仅仅是 我想说这个Mark呢 每年是开三个会 有的会呢 还是国际会议 我觉得呢 其中一个会呢 是国际会议 我觉得这个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需求 来积极的参与各国家的需求 加强他们的技术合作 Isaac应该积极的来 这个帮助他们 加强这个 派他们的专家呀 加强对这个用户 还有这些消费者的这个培训 谢谢 谢谢 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这样工作 另外我们还这个把Mark文件 还有其他材料翻译成其他的文字 这都是专家在这个实际上来制定文件 这些文件的翻译版本的已经提供了 在所有的联合国工作语言中都有 特别法文 英文西班牙文都已经有了 要确保呢 在什么地方加以使用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有这种联合国的一些 这个工作语言的文件 如果大家非常愿意使用的话 肯定能够获得这些材料 我们很多人都特别急迫地想获得这方面信息 我就是说我们确实呢 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 在不同的这个场所里 遇到很多这些人 他们都有 他们都懂有些是这个法文的是英文的 我们还有很多技术的这个术语呢 要进一步的翻译 让它在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中呢 让大家听看得懂 还提供一些前后的背景的材料 至少呢提供一些工具包 这样大家更好了解 就第一步呢 就是你要拿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首先你对没 它是对你有用的 对你的工作 然后呢 你自我教育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有关的选择 你可以拿到哪些选择 然后你自己的国家 或自己的网络 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这种决定 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因为这 你想具体做什么 都是一些个体性的 你怎么样国内的话 都针对你自己个体的 因此呢 我们想把所有需要考虑的一些细节呢 都列在这个文件中去 你们大家可以进行这个使用 谢谢主持人说 谢谢你 现在我们已经 这个 过了 这个 已经是三点一刻了 下面我想请在座的这个 嘉宾们 听众你们有发言 在发言之前 请你要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加盟啊 谢谢 谢谢各位 我呢 要用西班牙文发言了 因为呢 没办法 这是我的母语 我的名字叫 Fumo 我呢 是 电信监管机构 墨西哥 电信监管机构的一个代表 我的名字叫 Fumo 我们这个电信监管机构呢 是根据墨西哥的 宪法的规定 在我们国家电信业进行 那个重组以后来建领的 我们主要管 广播呀 总体的 电信通讯的技术啊 只要跟计算机有行业有关的 我们都管 有一点值得我们非常关注的 说今天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做了很多努力 想进一步的减少 这种这个恶性 这个世界 恶毒世界所出来的一些情况 我们墨西哥呀 我们这个监管机构呢 确实呢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 国际的条约呢 我们都签了 南美的国家 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啊 多米加 还有一些非美洲国家 韩国 新加坡 我们都签署了很多的 国际的协议 还有这个 很多国家 也都签署了这些 国际的这种协议 但是呢 现在呢 好多人说 我想讲讲能力建设呀 有大家都在试图的努力 来减少这个 这个问题 我想说能力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 要做什么 需要有知识 能力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此 国际这个电信的监管机构们 你们都是 很多 很多国家都有很多 这个 这个反对是 垃圾邮件 就是 我们讲到垃圾 就mass spam 什么叫垃圾邮件 就是大量的 没有这个不请自来的 强行推给你的 这些这个 电子的产品和信息 为了能够打 败这种 强行推给你的这些 通讯的这些 垃圾邮件的话呢 我们要采取 合作的态度 在这个领域中的 加强合作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 当地的问题 当时 我们做了 在这方面 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采取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应该 加强国际的沟通 最后我们要做 我们不能假装说 这是一个西方国家 需要技术啊 这完了 实际上真正需要 还有很多的是 这个培训 垃圾邮件 二十多年前就有了 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存了一段 这个生存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现在的一些 这种这个 专家的意见 有些专家呢 可能是这个 Wiki的这个专家 我呢 是从事技术方面工作呢 在国家层面 还国际层面 我就参加了 很多这样的工作啊 在这方面呢 我呢 和日本的同事 进行了合作 我们向他们 学到了一些知识 我们认为 我们的介助手段 干预手段 应该更加有戏 垃圾邮件 并不是跟这个知识 有了知识 有了那个能力建设 就行了 一个国家 有了就不行 还跟那个国家的安全 是有关系的 墨西哥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墨西哥呢 我们看到 在一些领域里 我们有大量的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呢 是从那个笔记本电脑 发出去的 发给了哪些人呢 发给了那些 就是如果你 这个点击的话 就有了 他们所做的就是呢 他们要求警察 有时候打这个报警电话 来这个报警 有些系统呢 来饱和我们这个警察的 报警电话 这样的警察就没法通讯了 他们那个整个网络 都堵塞了 然后他们就干别的坏事 因此呢 我们确实需要 这个在这个犯罪 打击犯罪这个领域中呢 要加强能力 打击这方面的垃圾邮件 来这个 对社会的干扰 对社会秩序的干扰 因此我们 确实国际的电信的监管的 行业要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谢谢 谢谢 我们是不是需要 在座的一些讲演嘉宾 要回答问题吗 我们需要吗 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是美国国务院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弄混 不要弄混一个事情啊 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垃圾呢 是不是在Wicked Sea 会议上要讲这问题 还有一些是跟内容 有关的问题 实际上在内容呢 是跟内容有关系 有些人认为呢 垃圾邮件呢 是大家全合法的这种关切 大家如果都是一个 合法的关切的话 那么就应该解决这问题的 大家都应该 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不合作是不行的 对这个问题要加强国际合作 我听到了 我的这个在座的嘉宾的同事们 都讲过了 它当然是有些是 这个本地的问题要解决 同时我们要采取的 这个方法职业就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 来专门打击这种垃圾邮件问题 我想说这个问题 我们一谈垃圾邮件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加强国际合作 有时候呢 垃圾问题就是这个网络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还有有执法部门的这个介入 这方面也要加强 这并不是说呢 这个问题呢 它就是一个国际上的电信监管部门的问题 我想说呢 我们要把它分开 就为监管 还有这个犯罪 不要把它分开来讲 这样才能找到一个更加有效的 本地的各国的有效措施 还有国际上的合作 才能更加有效 谢谢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远程参与的人呢 有吗 后边 我是Bartner 我是坎帕拉的 我们要这个 在互联网上 我们需要呢 做很多的工作 是我们的发展国家呢 真正的相信互联网 我们必须有一种战略 来打击网络犯罪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才帮着发展中国家 就像乌根达 像我这个国家那样呢 来打击这个网络犯罪 这是在远程提出的问题 在座的哪位嘉宾呢 愿意回答这问题 那我先开始吧 不 抱歉 我抢来发言了 我们一直在最后才讲这个网络犯罪 但是我现在讲 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网络这个法律 主要是呢 我们的网络犯罪 现在呢 他们现在能力太强了 我们讲到很多的问题 马先生还会讲 我们要有一项网络犯罪法 要解决互联网的问题 但是呢 在互联网中 他有些做的是好事 当然有些是做商做买卖 有些是找社交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 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还有策略的问题 比较重要呢 他并能力建设 但是还有网络犯罪执法的问题呢 他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怎么样呢 才能让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呢 来通过比较好的这种政策 这跟能力建设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听很多人讲了很多了 全世界都讲了 美国还其他国家都讲了 都强调了这个 我也一会儿要讲到这个问题 再讲这个能力建设问题 我刚参加了一个 韩国首尔的一个会议 也专门是讲到这个网络方面的会议 那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也讲到了这个 网络空间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的问题 加强合作重要性 我觉得现在确实 这个努力在进行之中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相互增加互信 让大家能够真够 获得经济和社会的这种 促进它的发展 谢谢 我想把两个问题都讲一讲 我不是一个外交家 我也不是来自Wicked的 我是一个个人 以身份来讲 垃圾这种邮件 为什么叫垃圾邮件呢 在我们这个专题会上 为什么叫垃圾邮件 在我们这个荷兰立法的机构上呢 我们就把它作为一种 在这个欧盟的政策中 是中国一个欧盟的政策的指令上来得到的 垃圾呢并不是一次使用过 经常用 这是我们这个官方来用的 为什么把它叫垃圾邮件呢 因为它就是非常有一个叫 非常可笑 叫Monty Python的这种 好像是扩展 为什么它是出现 会导致反乱犯罪呢 就是那些强行推给你的 这种推给你的一些禁锡 它这个内容可能还包括 或者里边有这个钓鱼软件呢 好像不是做生意的 做买卖的 这样呢 它就是那个影响了你 还影响了一个客户的 这个终端的设备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这个 对它进行讨论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垃圾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些 那个非要强行塞给你的 这种商业性的这个通信的东西 其中还包括一些欺诈犯罪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啊 因此呢 你们要这个进一步的来把它这个 上升到这个网络犯罪的层面来 这个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呢 这个避免这个网络犯罪的一国家呢 确实你可以呢 把你的设备扔了就完了 但是你不可能不连接到互联网啊 也就换句话的话呢 就是它确实总是这个在 就大街上发生那个犯罪一样 在18世纪时候呢 就不让那种犯罪的形式 因为大家不上街啊 就比较安全 在实际生活中呢 你现在这个 就是你去了一个 你觉得你应该比较安全大街上的话 你肯定被大巴给你撞上呢 你或者你这个 一个开喝酒的 这个酒驾的司机也会撞上你 因此说哪都不安全 因此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讨论和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推进 对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才能建立这么一个社会 尽可能从互联网中大大的受力 因为互联网带来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啊 还有一些利益 我们要把一些美的东西留下来 对个人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就要这个要区分开这个垃圾 还有呢内容和垃圾的内容要区分开 好 全色 谢谢 克里斯 我 就回答这个具体的 就是刚才乌根达那个远程体力问题 我做一个解答 就是互联网怎么样来进步的 来进来加以推进 同时呢又不会受到这个晚了犯罪的影响 既推进它的发展 又呢 具体来讲 不仅其是各国政府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实际上每一个人 这个社区中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包括一些互联网社区 还有你们各国家的一些这个使用者 都有这个义务来去推广这个互联网好的一方面 克里斯也说了 我们是确实需要政府呢 以及呢 这个互联网这个群体 必须要来去应对这样一个跟威胁相关的这样一些网络犯罪啊 有这样一些模式啊 一些这个最佳实践啊 可以来去分享 今天我们一块去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消极的一面 是来自于这样一些网络犯罪 不应该呢 就是他 比如说要去扼杀了这样一些概念 这些要不得影响这个国家增长 这方面又把它进行可能消除 我们需要有这些强大的一些工具加以解决 从这个我本身的国家 在斯兰卡发展中国家 把这个问题看作呢 作为大的问题 因为呢 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 经常会报道 这样一些当地使用者的一些恐惧啊 还要包括在这个Facebook上啊 包括一些互联网银行的 带来很多些问题 这都是在他这些战居 基本上 这个新闻报纸的一些首页 但是讲到他这个互联网好的一方面 这个经济体是如何的 能够来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就是基于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工具 这是比如说 占据的只是第二页 或者第三页 或者比较小的一个标题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发展中国家呢 所面对的 我们很多组织机构呢 或者政府本身呢 他们在应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自己本身也不能够来去推广 这样一些互联网好的东西 正面的东西 像我们这个乌干达呀 还有这样一些 那个远程提出的问题呀 就是我们是否有 比如说 有这样一些当地的 这样一些这个规章制度 能够来帮助来推广 这样一些互联网积极的方面 从斯林兰卡角来说 可以告诉你这个积极的方面 在互联网上说呢 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些宣传 这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互联网 这样一些群体所做的一些工作 非常感谢 这个Greg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 下面在座的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吧 有人想提问 那你是下一位 给他麦克风 先一开始 把你自己做一个介绍 谢谢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问题 主席刚才提出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垃圾 邮件的这种传播 它涉及到我们一些 这种消费者和一些使用者 所以呢 也许呢 它不是那种一些 永远治愈不了的绝症 我们还是可以呢 能够来尽可能的减少 它的这一些消极的一些影响 因为这个消费者 有权利来去选择 享受这些ICT 这些吸引通信技术的一些好处 在他们来去享受 我们这个吸引通信技术的 好处的时候 他们都是说要把它最大化 而不会来去受到一些干扰 就是要用自己的一些这种利益 这是也是一个规则呢 就是政府呢 也要发挥的作用 还有我们所有这些行业的职责 包括一些商业领域 商界领域 我想基本上来说呢 在去监管这些垃圾件的时候 消费者呢 应该有更高的一些灵活性 来去选择 他们是否需要这样一些信息 如果我们看到 像我们这样的条件 有很多一些消费者呢 没有权利来去选择 就像一个 你可以那什么要或者不要 没有任何选择 然后呢 你必须要来要的话 就同意所有的 这样一些要求啊 一些限制啊等等 这很重要的一点 让我们全球这个社会来说呢 能够推广这样一些监管 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些灵活性 来自己选择 他们这些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谢谢 谢谢 下一位 先来介绍你自己 谢谢 给我这样一个 再一次给我一个机会发言 我想来去问一些内容 我想呢 我们都已经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 我们有一个趋势 要把那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给它变得最小化 比如说这些商业垃圾软件 包括一些立法 我们知道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现实 这个垃圾邮件都是一个现实 我们国际社会呢 包括一些监管来说呢 也都是呢 比较熟悉的 这些机构非常感兴趣 就是如何来去更加详细的了解 这是表明的非常清楚了 这跟它内容没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问题呢 是这些信息 来自于这样一些垃圾邮件的信息 比如说在我们的手机上的 一些这个垃圾邮件 一些信息 也及包括对于这个使用者来说呢 像一些开发的一些应用APP 有时候都是免费的 他们想呢 他们会需要得到一个照片啊 或者什么东西 一曲一个歌曲啊 他们会点击 这样呢 就带来包括一些跟会见中心 来去联系 他们同时呢 又带来那种一些那个垃圾邮件 等于说当时就死机不能工作了 不会来去形成他的一些这种正常工作 这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网络的安全 还有网络的犯罪 这里边呢 我们最后来去要求 不要 只是这个视而不见 我们应该呢 来去给他具体 给一个定义和一些战略 所以这样一种新的一种情况 目前呢 并不只是在互联网上 还有其他一些国际这些社会 所应对的一些问题 应该加以这个处理 我们有什么哪位专家来去给他们回答吗 是来自于这个Internet Society的Ecar Mobile 我可以告诉你们呢 这个我们技术方面来说 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我们ITF呀 这是互联网工程这样一个特别任务组 ITF来穿进这个小组来去应对这个问题 都是跟我们的知识产权相关的 因为我们这些IP呀 或其他一些互联网的一些话音呢 这样一些呼叫业务呀 Voice IP呀 可能会有一些紧急这个服务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警察这些中心呀 一些警察局呀等等 都是有一个来去鉴定他这样一些流量 哪些是这个恶意的 或者是不合适的在网络上 这样的话 政府机构呢 他可以能够依赖于这样一些 包括出现一些灾难啊 或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啊 来提供一些这个保护服务 不会受到呢 他们应该做那些工作的一些影响 这样的话有很多些工作 有很多解决办法 正在探讨当中 还目前没有正式被批准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一些讨论 很多一些这个做法 在这个解放当中 并不一定呢 只是跟这个垃圾邮件相关的 还要考虑到 我们那些恶意的网络的一些活动 他们需要把它管理得更好 我们有很多工作在进行当中 我们希望呢 不久的将来呢 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案出来 谢谢Curray 看上去呢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在下面 这边有一个先生 然后再让我们那些远程参与者 可能有更多一些问题要提问 还是先把你自己介绍一下 然后再提问 我是JC Delsky 我在运行着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技术设施的一个公司 在美国 我想呢 我感觉有点有意思的是呢 也多数我们专家们 似乎呢 认为垃圾邮件呢 只是限制于那些商业的 或者我们不想获得的一些这些商业邮件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也是运行了很多一些电子邮件的服务器 我们呢 并没有一个完全全面的这样一些 针对那些 不想获得的一些商业垃圾邮件 这些防范的一些服务 这里设计了各种类型的一些 包括一些垃圾这些恶技意见 还有一些网络钓鱼 很多这样一些垃圾邮件 我想来鼓励我们的IGF呢 能够来去有一些有效的东西 我们可以带回去 能够来包含所有这些不同的 这样一些实质性的垃圾邮件 不管他们在哪些地方产生的 如何来去 不能只是把它限制在那些 我们不想得到的一些这个商业邮件 能够来获取到我们更广泛的一些 这个全球的一些社区和一些机构 有一些最佳实践啊 培训啊等等 能够尽可能的 把这个范围给它缩小一些 另外一方面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垃圾邮件呢 也并不只是那些简单的一些商业邮件 它还涉及到跟我们这个网络犯罪很广泛的 包括一些垃圾啊 这样一些欺诈钓鱼行为啊 还有一些这个身份的这个偷盗啊 还有一些恶意见啊 还有一些欺诈的一些服务啊 还有一些垃圾邮件者 还要开发出一些这个恶意见 来去偷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的一些身份信息啊 还要这样一些 绑架我们的一些这个邮件的一些种账户啊 还有这些 发这样一些这个垃圾邮件给这样一些人呢 所以这个垃圾邮件呢 是我们不想获得的一些这个电子邮件 是这个很多一些网络犯罪的一个核心的一部分 谢谢 请我们的专家来回答一下 很快来去讲一下 我们想有不同的一些定义针对垃圾邮件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一些定义 像Mog呢 他们一般的定义呢 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这个这个词垃圾邮件 他们主要是我们不想那什么讨厌的一些这种一些邮件的 相关的一些邮件 全是定义 我想呢 我们想到我们这个标题所提到的 包括Karen和我都讲在定义这些书语的时候 是的 有不同类型的一些活动 这个垃圾邮件呢 是一个始作者 我们讲到这是电子邮件 并不因为这个是一种有目标性的这个垃圾邮件 还有一些这个钓鱼的欺诈行为等等啊 都是有些针对性的一些电子邮件 并不是广泛的传播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一些恶意活动 我们一会也在这个专家会提到一些关于我们网络一些攻击啊 网络一些犯罪等等 所以绝对的我们需要的 也有这样一个群体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这IGF帕邮件作用 还有呢 能够讲清楚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样一些活动 做些什么工作 以及是要什么样一些这个法律框架 围绕着一些反这个网络犯罪的一些法律啊 包括怎么来去调查 来去描述定义啊 这些网络犯罪 其实没有这样一些例子呢 刚才墨西哥这同事提出的 像能够有一个叫做来自于警方的这样一些情况 如何来去在你国家进行调查啊 以及在国家什么情况啊 他们可能是跟这个每个国家具体的相关的 这中下有问题我们来去需要来考虑的 从我这边来说呢 包括宣家的这角度来说呢 并没有人有办法 只是把它这个垃圾邮件是垃圾邮件 然后这个网络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简单 我们在这方面都会进行探讨的 我想呢你刚才讲的很对 这并不只是一些我们不想收到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商业邮件那么简单 我们一些国家的一些这个计划当中呢 包括一些我们主动发给我们的一些这样一些商业电子邮件 我想他这个背景啊 作为这样一些垃圾邮件的一些机构 我们会碰到一些问题 在这个内容上有很多一些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法律呢 并没有给我们一些权利来去处置这个内容 所以你需要这个警方的介入 坦率地说呢 如果能把警方让他们参与的话 参与一些机构的话 我们会有这样一些可能是给他做搞错了 带来的这样很多的几百万欧元的这样一些投入 最后是一个 最后是一个这个这个是个冤啊 是一个假错不是正式的 所以他似乎呢 我们又可以听到一些做法呢 他们做的这个两个这样一些这种案例 一开始做有些全新东西 这些他们的荷兰 他们一些军方啊和一些安全部门呢 一些国防部门啊 他们有些不同的相关方 还有一些私营部门呢 他们会形成这样一个任务组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会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行这样一些讨论 所以在我一开始引言当中说到的 我们这个法律当时是99年 2001年起早的 然后2003年4年 他这个实施的 可能是他没有做到 他应该做一些工作 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也并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商业邮件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来开始看这个 法律或者一些起草法律的人 和一些决策的人员来说呢 来看一下你需要有什么呀 这样一个法律在2016年 这是我们一个周期 从这个2013年开始的 这些机构呢 它是否是有效的 比如说像联邦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啊 还有我们叫ACM 还有其他一些全球的机构 是不是有效的 他们是否实际上能够来去协助 这样一些警方来说 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说 他们并不感兴趣 因为这个情况呢 并不是非常足够的 这种严重的程度 它要涉及到上百万的人 一些人的一些影响 在经济上 他们看是否有感兴趣 这样一些类型的机构 能够来去接受 来处理这样一些这个情况 也许呢 还要从这个形势的角度来说 这些形势法庭的角度 让他们来去参与进来 我们还有很更多的人呢 在这比如说 几千万 不就是几千到这个上百万一些欧元 他们可以有时候来进行罚款 它就涉及到这个罚款的问题呢 他们所获得一些利润 可能不足够的那么有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情况 我们需要什么样一种法律 在这个2016年2017年之后 可能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一些法律 谢谢 我认为呢 我们节省时间 我可以来去听听一下什么问题吗 克里斯也说了几次了 我们就有一些相互冲突的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攻击问题啊 还有一些这个黑客攻击啊 这会冲突一些 我一会再讲这个冲击 黑客攻击 我们希望有一个在线的一个问题 要提出来吧 实际上两个问题 来自于丹尼尔 还可以来自于肯尼亚一个问题 他认为呢 关于我们立法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执法者 包括一些民间团体的一些作用 对于JDM呢 我想说呢 我们要能够对立法不断来去审议 国家特别是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必须有一个定制的设计 一些法律 能够得到所有学历相关方的一些观点 能够来去获得一个 可接受的一些这种法律制度 来去应对这个问题 这都是一些评论 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我们就随时想来回答一下吗 我们有两位专家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身份 谢谢 我是John Priest 是这个西北大小学的这个教授 我想呢 这个问题 刚才这个Karen的问题 前些人我们早说过 关于BITF呀 咱们跟我们来自麦西哥 他们这些问题的进行互动 在这个网络上 如果我们来想 这个垃圾邮件 作为一个我们网络 稳定性的一个问题来说 会影响大的 我们在我iPad有这么一页 当时在这个99年的时候 ITF呢 他就要寻找一些应对垃圾 电池最佳实践 现在ITF目前还在积极地 做这项工作吗 如果他说得说 这是一个网络安全的问题的话 会有另外一种办法 来去构建这样一些能力 通过我们这样一些工程 这样一些设计的一些 这种一些工作 来去实现这一点 如果我能够回答的话 我认为ITF呢 目前在继续在做 这个网络的管理 和一个网络 按照稳定性的管理 这些问题 他们是否把它叫做 这个垃圾邮件呢 不是的 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些 更加具体的一些管理 在这个网络上 一些网源等等一些因素 我前面也提到了 就这一个steer 这样一个工作组 你知道ITF呢 会来提出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缩略语 来去定义它 这样一些工作组 我可能这些缩略语 其实解释了比较复杂 这是一个新形成的 一个工作组 他们来寻求如何 来做这样一些 网络的一些识别啊 验证啊 以别呢 包括一些发建方和收建方啊 还有很这样一个 完整的一个流量啊 所以有很多一些活动 目前在发生的 能够怎么来去 更好的管理 这样一些实例 都是一些恶意的实例 来去提升我们的网络的效率 这边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呢 也正在进行当中的 你们知道叫是 跟这个互联网工程 这个特别任务组 一个是他们能够兼容的 就像这个Morgan 还其他一些地方 他们在做这样一些操作方面的一些工作等等 我知道GSMA呢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些项目 在这个SMM的这个垃圾邮件上 他们的网络运营商 移动运营商 是需要呢 来去更好的管理它 就是短信的垃圾邮件 来去有很多国家呢 已经有这种情况 他们有大量的这样一些 这个短信垃圾邮件的这些制作者 谢谢Karen 我们这个暂时不提问了 我们先回过头来 让小亚演嘉宾呢 在最后再提 我叫名字叫Pick 我呢专门是这个搞技术的 实际上呢 我想提一个法律方式问题 尽管是搞技术的啊 我呢一直积极地参与了 几个这个民事的这个起诉的案例 也就是这个反垃圾案例 美国的法律呢 完全无效 没什么用 因为呢 那些人呢 势力太强 他们那个 例如Google啊 雅虎啊 这些世界上的一个供应商 他们使用一些技术的 这个工具来这个反垃圾邮件 而没有用法律 也就是说呢 这样呢 我们这个法呢 好像呢 在这个解决问题上的生育不是很高 那些大的技术公司 你有办法 我们听到很多这种案例啊 都没有这个成功 因为有些人呢 他们好像不是这个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 或者是这个 邮件这个服务供应商啊 好像对我们来讲呢 很多这样的这个案例 这样的就让大家都可以来声索 就是通过这个商业垃圾邮件 应该能获得声索 不仅仅是这个网络犯罪 我们这讲这个完全是商业的垃圾邮件 这是一个灰色的这种垃圾的市场 垃圾邮件市场 我觉得应该呢 有某种方法来调整这些有关的法律 让这些人呢 不要让他这个发垃圾邮件能挣钱 只要挣不上钱 我觉得我们专家 是不是能够谈谈你们的观点 能不能对法律进行调整 这样呢 发垃圾邮件的这些人呢 他挣不着钱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这个强大的 那个势力强大的一些集团和公司呢 来起诉 因为他们现在处于不利的地位 只要他们发垃圾邮件 我觉得呢 有些大的公司 他们呢 他们就是 让有些就是 就是自动的一些网络呢 来发这个垃圾邮件 这样他们还能挣钱 在座的谁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啊 有吗 我 好 当然很愿意回答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 的话 微软呢 在美国做了好几次 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就把他们告上法院了 我在美国法律方面不是专家 但是我还记得 这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曾经讲到 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 由一垃圾邮件呢 把他告到法院上去 不管呢 这个成功不成功呢 但是呢 还是不一样的 到底是不是传说呢 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咱们查一查了解一下这帮情况 我简单的对 微软所做的工作 微软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帮助执法部门做了很多的工作 把这些原始的这个这个BotNet呢 这个做了很多这个清理的工作 我们大大降低了这个很多的全球的发垃圾邮件的情况 具体百分之比多少我也不知道 但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另外 你们在讲 讲到那个黑客的时候我们还讲 还有些恶意软件 很多这个ISP呢 都和这个公司商都跟微软呢 还有美国的执法部门 还有国务院做了很多的工作 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 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他们都在这个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我刚才讲的执法方面 非常是比较这个成功的 但是呢就是这僵尸网络啊 做了很多通过他 我还有有些呢 进行了刑事的起诉 对这些僵尸网络呢 发这个垃圾邮件起诉 请接着我再说几个话啊 我呀实际上并没有讲 这个刑事方面的情况 我呢是讲就是民事方面 或者一个个人 他能不能再出现了这个商业垃圾邮件的 对他影响以后呢 他们用僵尸网络 对自己有利 做了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呢我们应该找到那些 因此挣钱的这些人 能不能打官司打赢他 他发了很多商业邮件 这个好像目前 好像没有见美国有个人打赢过这样的官司吧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评论 其他人能不能评论 美国法队 懂美国法的问题 能不能评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把它记下来啊 实在不喜欢这问题 好好好 还有一些在座的参会者有什么问题吗 否则我们就要讨论下面一个问题了啊 主席呢想要对这个问题呢简单说几句话 然后马上就要转话题了啊 让主席先说几句 我们呢 这个做了很多 我们有很多 印度尼西亚有很多的民事的案件 我们采取很多情况 只要是有垃圾邮件影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在印度尼西亚啊 我们呢 根据EIT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这个民事的法典 我们可以按是民事的这个案件来这个起诉的 当然不是这个按刑法来这个起诉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好吧 那么 我们对这个垃圾邮件讨论 咱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已经讲了几个这个问题了啊 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呢 是 黑客 还有这个网络犯罪 首先讲这个黑客 我想看个 这个刚才我们在座的很多嘉宾都是 讲了很多这个网络安全问题 我想大家先 大家先初步发表个意见 讨论一下 他们怎么来看待 网络安全的问题 从全球角度怎么看 以及呢 在总体来讲 介绍一下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执法合作呀 法律框架方面的合作呀 怎么样把我们的工作执法的精简 来解决这个安全呀 黑客的问题 谁想先说 好像 我又到了这个白宫 专门负责我们国际战中 专门负责网络安全的问题 确实大家可以记得 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 当时奥巴马第一次呢 上网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就被人的黑客给攻击了 当时我们就完全知道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加强网络安全 不管是国内国际上 从他一上台 一时呢 奥巴马总统就非常注重网络安全 打击网络犯罪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到六年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活动开展了 其中包括制定一些国定的 这种国家的战略 我的一个同事讲到了 这个国内战略的这个执法 还有国际战略的执法 有二十多个国家 现在都已经有自己的 二十五国家都有自己的 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战略 而且他们都在努力 不管呢 在政府内 还有在这个政府 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界 都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这些美国的战略 还有其他的战略呢 它是非常这个 按照RGF的这个模式来建立的 其中包括多这个利益相关者 参与的情况 而且呢 在各种不同的民间团体 都提供了很多这种帮助和这个支持 我很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巴库去年开会之后呢 我们一直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又采取了更多的步骤 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二月份的话呢 奥巴马总统 发布了一个总统令 就是这个总统的这个政策性的文件 专门讲到了这个 就是网络安全 还有这个关键的基础架构的这个问题 明确了我们这个政府的各个机构 以及还有一些做生意的过程中 他们就把自己通过互联网的方法 影响他们做生意 怎么样出现这种新的情况 特别是在国际上合作方式来讲 我们国内确实的由于总统令 得到了国际上的合作方面的支持 来解决跨边界的这种合作 加强了我们的国家的网络安全 我们要把网络的防卫问题 要在各个不同的国家 和我们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共同 来承担这样的工作 关键的努力中的一些内容 就是预防准备同时响应 从政策角度来讲 我们也意识到国际上 确实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 从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五个联合国的联大的会议 专门请大家注意 这种各国政府应该进一步 将力防止安全方面的风险 而且他们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理念 其中还包括联合国的决议 就是讲到各国政府的作用 怎么样来打击坏人滥用信息 影响了违反了国际的法律 国内的法律 还能及时的加强跨边界的这种合作 还有建立一种安全的这种文化 在经合组织和其他的机构 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同时还建立这种架构 提供一个基础 让加强国际的合作 来避免风险 另外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各国政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的 负起责任来让社会知道 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有义务来保证两者的安全 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还有一个我们讲到了 区域和国际的这种组织的作用 特别是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的作用 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决议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这些基本观念的意识 但是联合国还有很多的真正的合作 并不是联合国来搞的 联合国确实不能够管理这种合作 因为很多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合作的问题 都在很多的国际上的区域的机构 可以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知其他包含课 OAS 还有东盟组织 亚裁金河组织 欧洲非洲联盟 金河组织 欧盟 还有欧洲议会 都可以单独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我们听到很多国家讲到 他们觉得现在还在实现这个目标 确实缺少有关的能力 而且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们各国都要做很多工作 因此他们就讲到了 早些时候国际上的网络的能力建设 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一个对所有国家讲 是一个政策的优先重点 我们现在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的合作 举个来自然 给他们提供一些知识培训 提供资源 然后使他们获得保证 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 我们把重点放在 我刚才讲到了 首尔会议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也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讨论很多 整建设的问题 这次主席总结 也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将继续来制定 这种最佳实践 在全球的共享 加强网络安全 然后呢 把这个加强 这个执法部门的这种培训 还有立法部门的培训 我们的国际的能力建设的工作 做过很多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特别是在非洲啊 还有东非西非的 做了很多这个区域的培训 从这个 这个数码的这个 法证学啊 数据法证学等等 做了很多这些的这个问题 这都是一些 基本的情况的这个培训 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些 基本的这个原则标准呢 法诺安全的这个论坛 我觉得这次讨论呢 肯定可以帮助我们的 很多的国家 同时也提高 我们在这个 采取国家的战略 提升这种标准的尺度 我刚才讲 这是这个 相互有关的这个网络犯罪问题 我们要有非常强励的 网络这个犯罪的这种 有关的这种法律 网络安全的法律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相信呢 必须要有这样好的模式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我们的开大会的时候呢 在布达佩斯开大会的时候呢 专门有一个 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大会上 要把这问题谈一谈 谢谢克里斯 其他的讲演嘉宾有没有要发言的 你呢 好 谢谢 那我想先说几句 非常感谢克里斯啊 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国家 网络犯罪 网络安全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确实有必要呢 我们采取一些立法的措施 解决全球性的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国家 我的体验 我的经验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大家非常重视 在过去七到八年中呢 我们非常重视 经济的发展 它呢 经济发展又和信息 还有这个信通技术战略有关的 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这个黑客情况 有这个网络银行中的钓鱼软件的情况啊 网站出现啊 还有一些这个是你丧失了这个服务的情况啊 这都是信通技术有关的问题啊 同时还出现了这个恐怖分子 他们也从利用这个网络犯罪 作为一种方法手段 来这个开展自己的非法行动 而且他们是一种这个 我想斯里兰卡呢 确实通过了一项非常综合全面的 网络安全的这种法律 立法方面的情况 我一会再说 我想说 除了这个采取技术的手段以外 解决这问题之外呢 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国家协调中心 我们把它称之为斯里兰卡瑟的 什么叫这个 我们这个技术协调中心呢 叫SERT 他呢 在努力 正在共同的努力 召开了一个这种信息应对团队的这种论坛的会议 刚刚召了一会 这样呢 然后我们就加强了这种 整个这个体制的这种加强那种合作来解决问题 刚才Chris你讲的问题呢 从法律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大的 我想Chris你给我介绍 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最佳实践的模式没有 有一点呢 我们要意识到的就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 有这样的需求 什么需求呢 就是全球加强合作来应对网络犯罪的问题 一个国家本身是不可能解决这问题 尽管在我们国家进了很多的调查 刑事调查 我们还有联合 我们和美国英国的一个执法部 还有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的执法部 中国的我们进行联系 确实我们觉得也应该加强这种合作 因此我觉得应该要统一协调 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 在通过了我们这个普达佩斯这个条约通过了以后呢 我觉得有必要有一个加强这个统一协调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 我们国家有共同的这种法律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打击网络犯罪 好 我先暂时不说了 好 Wood 谢谢 谢谢Chris 谢谢Chris 我呢将这个讲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话 我呢 明天要主持另外一个会 专门讲 这就是荷兰的IGF的这个 我代表荷兰的IGF的 明天要给大家这个组这个会 我先给大家讲这个合作的 其实有很多的能力建设合作问题 同时呢 我想请Nina Janssen 她是我们荷兰的这个专门负责的 叫Nina Janssen先生的 Nina Janssen女士呢 她是荷兰这个司法部 这位女士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做哪些工作 怎么打击网络犯罪 好 谢谢 请杨森女士 我叫Nina Janssen 我是荷兰司法部的 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网络犯罪 总体上讲的问题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讲的问题 明天可以讲问题 首先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嘉宾介绍情况 Karen呢 你刚才 刚才讲的关于我们 这个政策文件 给它这个翻译过来 提供不同的一些文 这个语言版本啊 还有一些战略的 一些这种一些导则等等 作为这个互联网 是从我们最基层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这种国家一层 也是这样去做的 荷兰呢 我们要努力 所有我们的文件 这些战略等等呢 都是能够用英文来去提供 来跟我们所有一些 国际的合作伙伴 进行分享 其中呢 如果你要有一些 有意思的案例的话 就是比如说呢 我们专注于 我们这个多立相关方的 一些这个工作 包括一些国家国际的 和一些这个本地的 一些层面上 我们有一些 国家这个网络安全中心 这是由五家公司参与建立的 还有包括一些学术界 还有我们这样一个 服务行业 还有一些私营的 这个机构 能够介绍来去打击 这样一些僵尸网络外啊 我们一些这个政策层次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所有这些公司呢 包括一些合作 一些方法 一些模型呢 我们都可以听给 我们这样一些 国际的一些合作伙伴 我们也做一些案例的研究 我们要这样一个 从这个2007年开始 做的一个 能够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去互动 包括即使这个技术方面 和这个战略方面 都可以来去合作 一些承诺 要来去实现呢 我们这个 这样一个目标 能够 我们让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是我们如何 让这些国家 有的时候 是种双边的一些 这个工作能够 一些结合起来 包括一些最佳实践 在这个供需两方面 是否有一个差距 对于这样一些信息的分享 我们如何呢 来更好地来去 给它组织起来 这样一个供需 这样一个两个方面 这样一些模型 这是模型 包括这些信息的 这样一些传播 谢谢 我们其他各位 这些在座专家 有什么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意见吗 问一下Karen Karen Marber 是这个国际互联网协会的 然后想告诉你呢 我们所搜集的一些情况 能够来接受一些捐献 如果你们有成一些 这个实际的一些 包括一些最佳实践 一些材料 还有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 或者一些建议书 或者即使呢 是一个泛泛的一些 这个方针 或者是倒则 能够希望跟其他人 来去分享的 请跟你们告诉我 我有一个网站 我们是给他 共同建立起来的 我们会来去 托管这样一些材料 就你的品牌 我想呢 还有这样一些 这个行动计划啊 还有GSMA 其他一些文件 还有Malwork 的这样一些文件啊 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专家设计的 或者一些写的一些文章啊 这就是我们这样 一种工作方式 包括一些 技术上的一些内容 一些主要的工具 它们引起注意的 所以把它们发给我 我把它给粘贴到 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系统不同的一些章节 这我们正在做的 我希望呢 这些信息呢 能够来去传播到 更广的一些 这个对象那边 Chris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 工作的进行当中 还有一些区域性的组织 也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 对一些美洲的国家 有这样一个项目 在这个地区的国家里边 涉及到国家的 这样一些网络安全的战略 我想这也都是 非常有帮助的 有这么多的国家 正在面对这样一些 这个制定的一些战略 我想可以强调 它们是有多么的重要 这些战略 作为这样一个 组织的一个概念 它并不只是 一个政府的机构 它涉及到一个 整体政府的一个途径 也包括一些经济上的 安全上的一些警方的 都来设计进来 还有这些民间团体 还有私营部门等等 能够来了解 怎么来去构建 这样一种战略 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 来去建立一些机制 像这些search 就是计算机 这个应急想象机制 这里边也包括了 我们这些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这就是一种办法 你可以把它 给它推广到 我们全球的手中 包括一些能力建设 来帮助他们作战 一些包括一些国家战略 来构建一些体制 还有一些能力 一些建设等等 一些能力 我们很快来去评论一下 你也提到了我们一些 关于打击僵尸网络的一些活动 这里有一些信息 正在分享当中 我也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在APEX上个月 就涉及到具体的一些 僵尸网络 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 一些演讲者介绍 还有一些活动 增股能力来减少 这样一些僵尸网络的一些影响 这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有非常好的一些信息的交流 不同的一些国家 怎么有不同的一些项目 来去应对这些僵尸网络 这是一个问题呢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 那种快速的发展 一些有很多一些活动 就是来去仿照 这样一些模式 能够来向这个中端用户 来去进行通知 一旦他们面对 这样一些僵尸网络的 这种潜在的这种威胁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那边有个问题吧 我是Brain 他们来自于新加坡 我想有一个观点 最起码呢 可以引出呢 其他一些专家的观点 或者其他在座的观点 我把它给大家设计到 我们前一节的讨论 就是关于对这个垃圾邮件的问题 我也去看到这种一些相关性 就垃圾邮件 跟这些个人信息的保护 和这个网络犯罪 垃圾邮件呢 基本上来说呢 都是我不需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个人的一些 这个数据的保护呢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东西 保护 网络犯罪呢 是指呢 就不要来去 从事那些非法的 混乱到我的个人情况的 一些行为 这三个术语呢 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的 当然他们相互之间 并不会能完全的来去 这个重叠 我想我的观点是 针对每一个 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地位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呢 来自于这个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观点来说 这是一个我们这个 优先级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 把哪个放在最前面 你们知道呢 如果你的资源非常有限的话 你是要从这样一个 垃圾邮件开始呢 再向着数据的保护 或者网络犯罪开始呢 或者是你认为 这个影响最大 就是从这个网络犯罪 然后再往反过来 到这个数据保护 到这个垃圾邮件 怎么来去确立这样一个 侧重点 GFM 你可能想要讲一下吗 谢谢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要回答也很困难 因为现在涉及到 我们 就需要一些专门定制的 一些种机制 是种开放的 我说我们应该按照 我们这需要来去 做的方法来去做 每一个国家呢 可能是按照 不同的一些选择 不同的一些规则 包括一些这个 立法的形式 加上我们这一些 这个网络犯罪 网络这种战略的 一些决策 我想呢 我们这个途径呢 我所看到很多国家 所采用的 什么情况 越来越多的呢 就是在最近来说呢 主要是有一些 各自一些偏好 一些侧重点 主要是集中在 这立法上 来去应对 这样一些网络犯罪的 然后 再按照 他们的一些做法 即使在这些里 看到不同的一些模式 这些隐私权 数据保护啊 或者是有这样一个 从这个立法做起 还有一些国家呢 在欧盟啊 还有包括涉及到一些数据传输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些我们国家的一些情况 我们主要是想呢 来看一下 像是按照美国的一些做法 包括一些私营部门的一些参与 从新加坡 从新加坡你会熟悉 这样新加坡的模型 包括一些特别考虑这样一些隐私问题 包括一些保护一些数据啊 保护我们的隐私权啊等等 很多国家的自然卡呢 都是希望呢 愿意采用呢 这样一些机制 能够对这些 包括私营啊 私自隐私权啊 和这样一些数据保护的一些这个 法规 并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一些做法 美国家有些不同的一些途径 当然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基本上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 关于网络这个犯罪的一些立法 这主要的原因是呢 这样一些国家呢 他们感到呢 他们有这样一种意愿 来去尽可能快的 采取快速的步骤来去应对 提供一种机制 能够叫做是主动的 就是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去应对 这样一些法律犯罪 然后再采取这样一些 执法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 包括一些司法的一些体制 他们应该给他尽可能的 这种针对性的手艺 给他确定他这样一些优先级 谢谢 我想讲一点 我想呢 这并不是由我或任何一位专家来说 某一个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样 一种具体的做法 我给你来分享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个互联网 这个协会里边 你能够来去 想问我们来接受一下 我们目前的国家 你们来会应对 这样一些垃圾销的问题 这样一些商业邮件等等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基本上呢 这只是一篇文章 你可以让我来这样说的话可以 其实到底在我们 是否都是一种 从墨西哥的角度来 真的来自于 是否是一个垃圾邮件 是否是一个好的词 有时候就很容易 能用办法来去 迈出第一步 然后你还有一些人呢 还会专门做 这样一些来去 是执法的 你这有些执法的一些工具 给这些机构 如果这些人呢 他有了经验之后 在这个法律上 能够来找到自己的办法 能够在这个互联网 一些研究上 来做一些正确的工具 和专用的工具 他们会有这样一些 这个经验 能够来去应对 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 如果你看一下 在荷兰的情况 基本上呢 我们发现呢 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会来去应对 这样一些这个 欺诈行为 和其他一些方面 我们就是说装作 我们还是只是按个案件一样 就可以让我们人们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呢 这78年之后 在这个法庭上 我们可能是败诉了 当时呢 它这个涉及到 巴黎斯的一部点的情况 所以这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在所有的一些欺诈上来说 在荷兰 从这个更加广泛的方面来说 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这个一些 短信垃圾等等一些 包括涉及到欧洲啊 还有这样一些 有一些非常这个昂贵的 一些这个调案号码 他们你是否要跟这一些 其他有什么关系吗 他们之后怎么做呢 这个号码就被关掉了 被放弃了 所以没有这样一些 强制的一些做法 如果你想跟他 怎么来去联系起来 他们不会的 换句话说呢 这个荷兰呢 这些人呢 不再对这样一些人感兴趣了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们开始又进入到 这样一些短信垃圾了 已经很几年不见了 然后又出现新的一些这个情况 其实在这个 荷兰就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又更加有效的 这并不止 这并不只是给的 仅限于这个垃圾邮件 我们在这个法律里边 有这样一个规定 应该是 有这样一些承诺 我们所有的这些机构 我们只有四个人 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这个四个人 但是你接到85% 都是会摊掉的 所以你要可以是有效的 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专注 从来对于政府 一些承诺 我有几个人在做这些工作 他们可以做一些培训课程 来去了解如何去做 这一开始我们能够来去做一些 有改变性的工作 还有一点呢 我们要从上层做起 就是国家自己来去决定 从哪方面做起 谢谢Chris 这很快的说一下 我知道呢 很困难 我们只有这个资源有限的话 这也并不一定 这个领域呢 可以按照一个线性的途径 我们先做这一点 然后再做那一点 我想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并行的做法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法律 特别是一些 反这个网络犯罪法 我还有这个培训良好的一些 人议员 能够来打击这样一些 这个威胁 如果没有这个立法结构的话 我们需要非常好的法律 但如果没有这个培训良好的人 来去执行法律的话 你也不会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考虑 这个所有的方面 然后来共同打击这些威胁犯罪 来加强我们的网络的保护 这涉及到我们一些国家的一些战略 像这个30一样 我们还有呢 有很多一些材料 因为很多国家已经经历这样一些 这个过程 他们有些这个 这家实践可以相互的学习呀 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机会 能够来去交流 能够来去建立它一些 法律的一些结构 包括一些体制像30一样 还要进行一些培训 我想呢 你们必须要 能够从多个方面来同时去做 而不是说是先做这一个 完成之后再做下一步 等等 谢谢 我想来再问一下 我们在那个远程那边 还有人什么要参与的吗 有提问的吗 是的 肯尼亚的Gadier先生 想来去讲几点 还有这有一个视频电话要打过来 我先打一个视频电话过来 然后再发表观点 我不知道如何来去操作了 他有一个视频电话要打下来 稍微导音一下 没问题 主席说 你在那什么来去调整你的机器之后呢 我们能够先听听其他什么问题吗 他对不起 这比较复杂一点 他不是什么问题 你再来去调整你的设备的时候呢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其他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 那个后边那位先生 谢谢 我名字是Patrick 我负责我一个具体的这个斐济这个Cert的一个总经理 首先我的观点呢 我想呢 你们这个专家可能认为是李斯伍当然的 但是我还认为应该提一下 我们似乎呢 我们似乎呢都认为呢 这个关于垃圾邮件 包括一些黑客攻击和网络犯罪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大问题 但是呢 他应该问一下 他这个所谓大问题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 我在来去涉及的时候 他包括有什么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 怎么来去考量这些问题 并不只是按照我们这些司法权 司法区域啊 管辖区域啊 来去等待来去衡量 我们需要来去专注于 就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些这种统计 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斐济的一个太平洋国家 没有这样一些关于垃圾邮件的一些统计数字 包括一些黑客啊 一些网络犯罪啊 在我们那个司法区域呢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首先需要来去加以专注的 这导致我第二个问题要提出来 我们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关于安全问题啊 包括我们那个最不弱的环节啊 你的这个安保和安防呢 是否是很好的呀 包括我们新兴的一些经济体在亚洲 在太平洋地区呢 我们现在可以有非常快速的互联网的发这个发展 有很大一些这种可能性 或者一些潜在的情况 我们的经济体呢 成为了这样一个 网络犯罪的一个中心了 包括一些这个垃圾邮件的 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一些专家 在我们这个区域 这是一些呢 我们都需要把它在我们通道里 首先要考虑的 我们再来去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来制定出呢 能够从这种全球的角度来去看待 我们只看那些小的经济体 它怎么能够更加 这个安全应该从这种大的这样一个环境考虑 否则的话 它这个形势的一些问题呢 只是限制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司法权 是去把管崖区 我想最后再提一点呢 问一下在座的一些专家 我这里边非常高兴看到呢 有两个人提到 跟那SERT相关的 我们来自于一个斯兰卡的SERT 还有美国的SERT 还有IDSERT 就是有这样一些代表 在有专家里边 我想要问什么呢 我们专家各位呢 是否在这些问题上 也会来去涉及到这个SERT 你们有什么样一些感觉 这些SERT跟这些问题的一些关联性来说 你们怎么看待 或者你们认为SERT 该发挥什么样作用 能来去应对这些问题 从这个治理的角度来说 谢谢 我想就让再来回答吧 谢谢 我们那个视频电话接近了吗 你那个远程那个电话接好了吗 还没接好 还没接好 我们先来回答他的问题吧 非常感谢你提出的 刚才这个斐济这位先生提出问题 我完全同意 你刚才讲到 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呢 很重要 对我们这些国家 很多的机构 都应该共同的合作 来建立一个和和好的 很好的技术合作 来支持执法部门 还有职决策者的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又提了一个关于SERT的问题 我想每一个成员 都是对此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大家都一个声音来 这个发出自己的呼吁 从各国家来讲 这个SERT的作用 国家来讲世界上的一个区域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打击这个恶意软件 垃圾邮件 打击网络犯罪问题 执法的问题 大家都讲的 这作用非常重要 作用非常重要 还有更广地 这个直线 我们的网络安全 和其他方面工作 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讲到了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 我们看到SERT本身在一个国家呢 不可能有效的来发挥作用 除非加强区域的合作 才行 在亚太地区 我们非常荣幸 也非常幸运 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JP SERT 我们出现了 还有呢 就是日本的SERT 澳大利亚SERT 他们亚洲SERT 这个太平洋地区SERT APECSERT 都发挥了非常好的 这个领导作用 来支持我们的协调 斯里安卡的SERT 已经变成了亚太 这个成员 四年前就成为亚太SERT的成员 两年前 我们有资格 主办了一次 网络安全的培训 专门为AP地区 亚太地区来进行合作 因此我想说 去的SERT是很重要的 但是本身还不够 确实有必要 加强全球的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 没有听到 在这个论坛中 那些人来发言 就是这个 事件应急小组 他们这个论坛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 敦促那些 已经建立SERT的国家 要变成我们 的正式成员 这样才能有效的 在全球角度上 参与这个FIRST 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还有什么 那么其他人 要讲一讲 这边有人举手 我们确实有一个书面的东西 是吧 这个问题有书面的版本吧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确实 我们现在刚才那个远程参与都讲到了 这个人子叫Gideon 他谈到了这个国际的跨边界的这个 统一和这个会议 要建立这种现有的这个网络法律 网络安全法来保证各个国家呢 都很明确的理解到 所建议的这个司法的一些要求 怎么样 避免出现 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法律呢 在一个国际水准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统一的 但是在各国执行情况下呢 就听他们又搞不懂 我们应该有这么一 是不是评论一下 我想听这个哈桑先生评论一下 因为他呢 那个已经在这参与了很多这个 搭建这个桥梁的这个工作 就是美国欧洲这个之间 还有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桥梁作用 发了很大作用 那么想请Chris想想想 好 首先我先把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先讲一讲 实际上Karen一会儿还要回答这问题 我先让Karen来回答 Karen那你先回答 这就是怎么样来衡量这个 我们的这个意识的问题 现在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作为我们这个所开展的这个项目之言 我确实我有一个公司专门呢 要做这样的工作 就是做这个 为发生国家做免费的分析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你们网络上流量情况下 出现什么情况下的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提供有关的信息 还有一些具体的指示 看看你怎么样来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从数据统计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大的挑战 谈算来讲 因为要了解网络犯罪的成本问题 结果都不一样 但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有一些统计的基础 来看个问题的结果范围程度多大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制定 有关的政策 在这个weakist 就是我们哪些国家 就有博士环节的问题呢 有些国家都面对一个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威胁 同样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有些国家 现在没有这个连接的话呢 会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们先一开始呢 从零到起 先马上制定政策 就像美国一样 不像美国一样 有了技术以后 才发现了问题以后呢 才呢开始制定 政策通过政策来管理 现在你们要没有的话 先就开始呢 就把政策和策略站立起来 把这个网络犯罪的 这个有关的法律呢 就把它制定下来 提前解决这个问题 你实际上也有很多种机会 虽然你有挑战 你们也有很多的手段 当然我就又讲到 这个能力建设 像色子呢 大家都讲了 色子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也同意 很多区域的这个机构呢 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国家战略的问题呢 就是要加强 这个自己的色的 和别人的这种合作 我呢 虽然是在这个国务院工作 但是我还呢 要发挥一些 这个重要的 这个协调的作用 我做很多的协调的工作 这样呢 包括技术委员会呀 执法部门呢 政策决策者呢 之间都要合作 还有一个呢 关于 电话里刚才演成提到这个问题啊 我们确实也认为啊 布加勒佩斯的这个 这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模型 这是我们可以看 它虽然不是最好的一个模式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方法 帮着我们来解决一些问题 我觉得应该呢 加强打击这个 网络犯罪的 这个非常好的模式 另外还有 搞一个全球的这个公约呢 我觉得呢 现在是不要太着急 我觉得呢 很多的国家 都已经在这个 通过它 还有很多人在效仿它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还有欧洲 都有很多的这个 网络这个 安全方面的这种法律 这都是跟能力建设 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 确实在这方面 取得了很多进展 但是进展 但是我们也呢 犯了一些错误 你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和这个 成功的经验中呢 都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这又牵涉到能力建设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我想说是非常好的例子 肯尼亚做得非常好 我们在肯尼亚做了能力建设方面的项目 开了个研讨会 跟肯尼亚政府合作 还有这个跟东非一些国家 搞了很多这样的合作 我们讲到了网络犯罪 我们讲到了这个网络安全 怎么样和私营部门 还有其他的立先过人进行合作 实际上是非常好 肯尼亚呢 他们最近呢 有很多的这个连接的问题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 也有搞了很多的部落 很多的线缆 搞这个在线支付的问题 虽然我在美国都没搞过这个在线支费 其实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有很多这样非常先进的这种系统 因此你有这些东西的话 就面临着很多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呢 结合起来 我呢 很快的来作为一个 行业参与者的话 我想这个从行业界呢 企业界讲这个问题 在美国有这样的 美国的SERT呢 确实也参与了一个这个工作 就是国家网络安全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像我这样的公司呢 有很多人也参与了他的工作 也就是美这个二十四成七 参与这个工作 来这个解决网络安全 网络这个犯罪的问题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这个政府和司令部门的合作 我们的行业的SERT 还有呢 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SERT 共同加强了这样的这个合作 实际上我们希望这种合作 能让进一步的来这个发展 这样呢 大家共同负起责任 你刚才讲到了 这个SERT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想提醒你到企业界的作用 也是同等重要 刚才一个好的例子呢 就是我很多的这个 这个作为伦敦这个行动的 计划的一部分成员之一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共同研究一些这个方法呢 来打击这个垃圾邮件呢 网络犯罪 有一个好的例子呢 就是国家这个网络安全中心 荷兰政府也参与这个中心 荷兰SERT也参与了它 实际上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各种不同的理法部门 执法部门的机构呢 都在交请进来 共同的来应对这种出现的 这种危机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这样呢 把有关的这个技术人员 技术能力集中起来 一旦出现了这个国家的 出现了一个大的这种危机 出现电信方面的危机情况下呢 我们马上呢 就可以比方出现了黑客事件的话 就可以应对它 另外关于SERT呢 有一个好例子呢 在欧洲也是值得我们关注 现在我们在欧洲 有一个这个 把它称之为网络这个事件中心 有50%的资金呢 是欧盟提供的 50%呢 是企业界提供的 这是一个 这样一个联合体呢 它呢 一直呢 和这个 不同的合作伙伴来合作 有的是国家SERT的 还有就是通过国家中心 这个德国目前呢 也有自己的这么一个 就是僵尸网络的这个打击的中心 也就是 它可以让这个德国这个机构呢 让进入到你这个 客户的后端的这个服务器 帮你清理这个僵尸的这种 网络给你带来的 这种恶意软件等等 还有有些这个恶意的这个流量增加的话呢 你可以马上的通知 我们就可以呢 通过我们数据库来进行分析 然后呢 找到一些已有 根据已有的这种数据 来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 下面我们应该再做一些 这个这个有些人他运营使用 这些僵尸网络的人呢 我们都要把这个打击他 查找他 有时候呢 他可能不一定在这个国家 可能跨界出现的问题 因此呢 这样呢 我们就也是一种方法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解决问题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来跟我这个会后呢 来交谈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更多的信息 我也想讲 刚才他讲的说 在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呢 都做出了这种努力呢 来解决这个僵尸网络 来通知我们的用户 可能你已经受到了感染 给他们提供一些有关的信息 怎么样来这个采取补救的措施 把自己的这个硬件 这样解决 实际上这是非常好的 据我所知 澳大利亚 日本 德国 美国 都有很多这样的工作 有很多的这个ISP 这个独立这个服务供应商呢 都提供这样的服务 来对你的这个僵尸网络 进行密切的监控 来通知 我也在讲这个僵尸网络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那个积极的提倡 这样的问题 我们坦率讲 对一些僵尸网络 我们这个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 在过去年做了很多 因为有时候僵尸网络 他就 就阻止他这个 这种这个服务的攻击 他阻止 我们美国SERT呢 确实呢 还有全球的这个合作伙伴 有时候呢 是不是不一定是我们的这个 合作伙伴 我们也能帮他们工作 还有一个 通过外交渠道来加强合作 我想说这不仅仅是个技术的这个要求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确实需要你们帮助 我们来共同打击这种僵尸网络 有些国家呢 可能对我们要求的话呢 实际上呢 他们出现这种威胁的话呢 我们也很愿意对他们进行帮助 我们要建立一种标准 加强国际上的合作 不一定是每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这个县城的机构 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还需要能力建设 但是这种的打击 这个外部的这个僵尸网络 这种方法呢 是一个今后可以这个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合作问题 在企业界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工作 我们建立了很多合作的公共关系 和主要的一些独立这个服务供应商呢 都进行了合作 还有一个我想说几句话 斐进那位先生刚才讲到了 怎么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方面知识很多 也有很多的 这个西方国家有很多的 这种工具和手段 例如过滤啊 还有其他的最佳实践呢 他们都在使用 有没有这种办法 来帮助这些国家 就是让这个公司 帮助发展中国家 让他们能够获得这种工具 手段 在出现问题之前 就解决这问题 这已经应该是最好的一种防卫 我们自己经济 不受到这个影响的手段 因为我们这个经常都是出现影响以后 后果之后才开始这个防患以未然啊 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问题 但是我觉得值得提前的来探讨一下 找到一个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 Karen 你是不是能对这问题的再讲讲 这个能演示和堂当 谢谢 我们还是这个网络 这个互联网社会的 确实呢 我们已经 确实邀请了一些 有这方面技术专长的 这个利益相关者 参加各种不同的论坛 他们来自各种不同行业 以不同的形式 来被邀请过来 有些是来自网络啊 政府啊 帮助他们了解 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况 以及刚才我讲到了很多这个工具 我刚才讲的 我的公司能做的就是 为这个网络公司提供一些分析 让你更好地了解 你的网络流量的情况 以及呢 是不是有这个恶意的这个邮件来自何方 他们这个语言 是什么样的语言 这样您更好地了解一下 你怎么样这个来管理你的网络 更好地管理网络 因此呢 很多的供应商啊 还有专家呢 他愿意来提供帮助的话呢 我们呢 确实可以帮助你们 这个发展中国家 有需要的话呢 共享一些最佳实践 给你们提供帮助 还有没有其他 听众有问题吗 我们还有45分钟时间 就要散会了 我想简单地再说几句啊 我简单地讲讲网络犯罪的问题 我们有八个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理性关系提出来的 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这个 结束了 我们从先 先讲几个 先提几个问题 然后马上要讲这个网络犯罪的问题 我们要在这个五点的时候呢 要这个总结 然后呢 剩下的时候你就要讲这个 理性关系的问题 听众的问题 好 这儿有一个 谢谢 我叫天马 我是印度尼西亚的 我是这个 防务管理方面的研究生 互联网出现了很多的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促进民主 还有平等啊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恐怖的问题 我那里正在研究 这个反恐的这个主题 确实恐怖分子也在互联网上呢 受益 他们搞宣传啊 恐怖宣传啊 还有 还有 我们也要通过这方面加强 这个能力建设 他们还搞一些能力建设 还搞这个军事行动 我想在印度尼西亚呢 我们确实也建立了这种 反恐方面的这个体系 我据我所知呢 互联网的分析呢 也是跟那个反恐有联系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提的问题是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怎么样来看待 有效的 这种方法 把这个互联网和这个反恐 有效的结合起来 就是从你们各自国家的经验 来给我讲一讲 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想看上去 好像是好像没有人能够回答 也许呢 我们可以能够来去 会外讨论一下 我想我们在这里 有些专家 谁想讲一下 我想有讲一点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恐怖主义语者 就是使用这样一些互联网 来去招募他一些人员 这涉及到 包括其他一方面的一些 这个恐怖的威胁 来去攻击一些关键的 这样一些国家设施 这两个方面 后者呢 是我们所担心的 所看到 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 这样呢 就是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保护我们这些国家基础设施 给他射出一些优先级 也非常好的一些响应的体制 所以这个恐注意者 使用互联网 像其他一些罪犯 来做的工作一样 他们呢 我们先要来去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要采用这种合适的一些行动 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这种法律呢 来去提倡呢 包括有这样一些实际的材料 来去支持这样一些反恐等等 这里边有很多一些办法 一些问题 不同一些这个想要措施需要我们来采取 似乎我们还有一个远程那边提出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我们这个主席呢 可能先来讲两句吧 我们那边有主席来自于 博物干达这个邦加地区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观点 我们想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来去使用的这样一些各个国家 关于我们这样一个加强 我们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也许这个发展中国家 能否向他们来去学习一些经验吗 我们来去加强这样一些网络安全 谢谢你的这个观点 主席先生你想讲一下吗 我想来去用印尼语讲吧 请我们翻译帮一下 对于这个恐怖主义这个术语有两点 首先第一点呢 关于恐怖主义来说呢 就是对某些东西的一些信仰 就带来了另外一件事情 而且不管呢 他们是一种防卫的办法 或者是一些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传播 如果是一种非法的这样一些这个内容 跟这个网络这个威胁相关的 你可以把它在法庭上可以给他们起诉 首先我们要是有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包括印度尼西亚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有这相应的一些措施 但是对第二个标准来说呢 我们目前还不能够来保护所有的基础设施 就是说来去应对这样一些恐怖主义的威胁 如果你认为 我们可以能 要是破坏我们的基础设施的话 我们还是再回来 看看这样一些网络犯罪 在这个我们某些国家的法律里边 是否达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非法的内容 或者会带来什么这样一些种干扰 我想很快来去转到我们这样一些这个网络犯罪这方面 像你们这个专家们呢 来去围绕这样一个主题 是否有什么一些办法来去加强 我们这样一些执法的一些合作呀 来去应对这样一些网络犯罪呀 谁先来去先讲 这边再来讲吧 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是要求我们来回答的吗 我想呢 就是围绕着 我们应该做什么 来增强这样一些这种工作 应对这个网络犯罪 我们需要呢 有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些执法的一些机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按照我们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立法框架来说 在某一个具体的国家 可能是还是不够的 如果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做 它可能呢 跟呢 我们也没有这种缺乏兼容性 跟这种全球的做法不一致 能够来保证我们有更加广泛的合作的话 这种协作 在这一些执法机构之间来去合作 没有这样一些机制的话 当这些国家来采用了一些立法的措施 他们可以能够来去考虑这样一些可行的一些办法 一些模式 但是首先呢 他们需要占一些宪法上的这样一些特性在里边 能够来保证这种一些和谐化 我们一些最佳的实践 这样一些工具可用的 在全球来说 在斯里兰卡的经验当中呢 我可以说呢 当这个ICT发展的战略 差不多十年前被通过的时候 我们所有这些技术的一些创新啊 还有一些基于知识的一些技术创新啊 在市场上啊 我们那有大量的一些活动 就是围绕着这个这样一些犯罪的行为 他们利用这种互联网来去攻击我们的系统 我们当然有这样一些漏洞在里边 为了去应对这样一种现象 我们来考虑的一些我们可用的一些方案 当然这个斯里兰卡也是这个英联邦 这样一个体制部分 我们看着英联邦的这样一个法律 作为我们自己的法律的一个模本 我们来看一些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些 计算机网络这个应急这个系统 也包括我们一些国家的一些立法 也包含了一些条款呢 是做这样一个我们这个 这些相互合作的一种办法 HARAC这种公约 可以能够来去与我们这个英联邦系统 是相互兼容的 然而我们发现呢 他自己本身呢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呢必须要能够跟联合国 跟美国跟日本和欧洲国家来去合作 他们不是这个英联邦的一个体制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来考虑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律法的选择 什么种选择是最佳的一种可用的方案 包括来自于这个布达佩斯 这种公约里边的 能够来去这种一些规范 并不是那种实质性的法律 这种相关性我们所使用的 而主要是从我们这样的一个 制衡的角度来说 是有必要的 能够来做这样一些 跟这个网络犯罪相关的一些这种调查 或者一些诉讼 我们认为布达佩斯的这个公约 是最好的一种办法 这个做完之后呢 布达佩斯的公约 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 布达佩斯的一个 反这个网络犯罪的一个公约 可以成为我们这样一种模式 来去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律 在2017年通过我们议会批准 这样呢 就可以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是跟我们能力建设相关的 包括也给我加强我们的这个执法 包括一些立法的一些工具等等 但是呢 从这种全球的角度 什么是重要的呢 对一个国家来去实施 我像前面说的一样 这个网络犯罪 一个国家自身也解决不了的 我们需要跟多个国家进行协作 我们还有多个这些立法机构 执法机构 还要采用不同类型的 这样一些立法传统来去合作 我们有一个通用法律的一个传统 就是嘛 这些国家呢 他们有这样一些民法 还有这样一些民法的 这样一些传统 所以布达佩斯的公约呢 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工具 因为在这个不同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刑事法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民法等等一些 我们这样一些这个条约 能够来进行这种执法的 或者一些司法的一些合作 来去打击这样一些网络犯罪 从这个能力建设来说呢 我们这里边也讲到 这样一个能力的建设 我们想需要建立这样一个 司法的这样一个框架 本身呢还是不够的 包括一些法律师啊 还有一些大法官啊 还有一些执法啊 等等的都需要进行 这样一些教育和培训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 这样一些足够的资源 进行培训 我们会能够到这个欧盟的 这个理事会上来去寻求合作 我们采用一些比较有效的 这样一些执法的一些 司法培训项目 这是跟这个欧盟 在这样一个斯里兰卡 在这个地方举办的 这样的一个培训 涉及到这个司法权的 这些执法 包括一些私营部门的参与 这里边有很多一些 协作的一些工作 能够提供到一种条件 最后想来去强调呢 欧洲这个理事会呢 给我们来提供的 非常有帮助的 一些工具 叫做电子证据的 这样一些指南 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体制 可以能被我们采用 就在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来去获得这样一些证据 能够输送到这个法庭法院去 然后这样一些做法 还能够来获得这样一些最佳实践 最后的结果呢 可以能让采用一种协作的 这样一种办法 跟这个欧洲理事会合作 讲到这儿 我就先来去结束我的这个发言 我也非常愿意来回答 任何呢 跟我们这种一些和谐化 有关的问题 包括这样一些 这个执法上合作的问题 我都愿意回答 非常感谢 我们还有其他 这家什么观点吗 请这个Woot 我想我是代表的这样一个 目前那些国家计划部门 提到我的观点呢 会知道我们换了一个角色 可以能够按照我自己的身份来去讲 去年呢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性的研究 在欧洲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全球公司来去这个承办的 我们这边做什么呢 我们呢 去找一个欧洲的一些组织机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安全的角度啊 或者立法角度来应对这个访罗犯罪 我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当然问题 最后主要的结论呢 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来去打破这些孤岛 包括一些国家级的 或国际上的一些这种一些孤岛 我们这些机构呢 有时候是很困难来去在一起合作 不管是从这个 这种角度啊 从这个隐私权的问题啊 还有相互之间一些技术问题啊 这都是无法来去分享一些信息 这样一些数据 特别是跟这些隐私 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数据 如何来去解决 这样一些关于网安全的问题 如果你要搞不清楚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跟什么人有什么样一些种 一些发生的什么情况 认为还做不到的 就是在这国际的层次上 这些机构不能够来相互找到自己 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方是谁 所以在这种一些国际上来 可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你不知道来去找什么样一些机构 在同样一个这个社区 怎么去相互联系 我想这就开始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些机构呢 也表明呢 这不是我的权限 我不能够改变它 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国家计划规定的 我们经常会看线呢 所有人做的工作 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监管部门 来去能做到的 来跟我们的政府去探讨的 因为我获得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任务 并不是要来去批评我的政府 我就不能够来去行使我这样一种工作了 所以这些机构呢 只是做他们一些被分配的工作 他们并不是要他们来去打破这些古岛来 形成一些什么新的 这个国家和国际相关的一些协作的一些体制 这不属于他们的权限 所以呢 也不允许的 所以他们这事情就无法来进行改变 然后再回到这个政府的这个作用 也许呢 到了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重新来去评估 我们现在目前这种状态 我们这个新的世界 没有这样一些障碍 这样一些罪犯 没有任何界限 没有这样一些这种障碍 他们都是通过网上去做的 能够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当然呢 在最终呢 这个犯罪呢 都是总是在某个家家门口来去做的 不管是谁家门口 会发生的 我最后一点呢 在这样一个法院的一个案例上 他一个高级法院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过去的一个员工 这是一个恶意见的一个诉讼案件 他这个公司通过在线的一些广告来去传播的 有很多的 包括影响到这个全球的一些计算机 这是我们当时在零零段是这个排布第七的 就是很多这种情况 有将近这个2300台这样一些计算机当时 影响到的 他们要把他这些机构要关门了 因为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调查 有这个1700多个 差不多 叫做一些相关机构 他们可能是跟计算机可能有影响相关的 1770多个 然后呢 差不多就1770了那么多 就当时我们在这个荷兰 差不多是有那么两三个比较成功的 但是其实有一个政治一点没受到任何影响 另外差不多1770多个 差不多全球是国外的 所以呢 并不是我们这个荷兰的这些立法机构 能够做的工作 比如在这哥伦比亚的人呢 还有文德维尔拉 还有俄罗斯呀 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工作 然后这个人呢 他可能是实施了这样一种传播或这种感染 当然在给他带到这个机能诉讼的法庭上的话 你是有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 可能他这个编写并不太正确的 他们不负责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做法 根据他这样一个荷兰的法律 第二个呢 是的 在这个计算机可能显现出一些这种商业的一些广告东西的时候 有些垃圾邮件的时候 他给他发到国外去了 这就带来这样一种违法的做法 所以这不是我们这样一个荷兰的这个机构 不明允许他去做的 这是在其他地方 所以这种同样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也知道 已经有人把这个垃圾邮件发到我们荷兰来了 我并不是他这样一个这个司法权限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冲突的地方 在这个荷兰按一个按键 他就出到这个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部门 他不允许他们这样去做管理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他影响到我的计算机 可能是感染了我的计算机 有这些垃圾邮件 也不允许我做 因为这个按键是在别的地方 人家是手里掌握的 所以政府呢 还没有来去开始应对 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就败诉了 就失败了 所以他在什么地方 我按一个按键 所以我这个荷兰的计算机受到感染 或者这样一个收到这样一个垃圾邮件 等等 这是主要的一个挑战 我们如何来去打破我们的这样一些边界 需要能够来去合作 找到这样一些机构 找到一些合适的一些法律 我们想不想不想这样这样合适的法律 这刚刚的声音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造造成的 好的 这科尔斯你想评论一下吗 我想有几点呢 我想呢 这是我们这个硬币的另一面 一个呢 就是来保证 你要采取一些谨慎的措施 能够来尽可能的来去保护你的网络 它这个后果呢 它如果打破这个界线的话 他们的使用一些 这个不合法的一些目的去使用 等等 你这有一些最好的一些安全性 和安防的一些努力的话 包括他这样一些不良行为 大概成本很高的话 他们就不会来进一步的过来 或不会让他这个影响更加严重 如果你有只有非常好的 这样一些这个执法 没有好的一些网络安全的话 也是不行的 他们都是一些相辅相成的 我想呢 我们在发生这些事 或者做一些过去一些工作 在过去二十年里边 或者过去五年当中怎么做的 有三个我想呢 这个元素在里边 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些法律体制 你说记住几年之前呢 我叫做我爱你的这样一个病毒 当时发生的时候 到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任何法律 来去惩罚这样一些这个行为的话 就不行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突破了这样一个 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庭的一个系统 把信息给拿走了 他说这不是他自己的一个财产 这些信息犯刑犯罪 有很多的国家 有这样一些 现代化的一些法律 一些刑事法等等 他们又是 很多的一些偏好呢 他们来采用 成为这样一个成员 能够来批准他 成为这样一个 不搭配私公约的一个成员 相关一些条管 他们是否能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有这样一个立法的这个 框架只是这个我们一个支柱 第二个支柱呢 涉及到我们要来去 对我们这些执法机构进行培训 他要求呢 有一些努力在一些国家里保证 这些技术的培训有能力 可以能够来去执法 包括一些跟私营部门来合作 咱们各国家里边 第三个支柱呢 我们来会应对 这个国际的一些合作问题 这里边我也是提到一个 24乘7的一个网络 只要出现什么任何问题的话 这个国际刑警机构 有这样一个中心在新加坡 比如说这个情况 有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有很多这样一些国际的合作啊 一些机构来去应对这些威胁 他每一个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 犯罪是跨国界的 并不是只在一个国家里边 我想所有这些努力呢 都应该来去持续的 能够进行推广 这些国家需要能够来加入进来 我再回答了这些 我们发展国家也是一样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 他们必须有这样一些 法律的一些体制 包括一些受培训的一些 这个执法的一些官员 包括一些国际社会的一些合作 来应对这些威胁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因素 我们今后需要来去进一步来考虑的 还有什么其他观点吗 我想主席先生您想讲一讲句吗 谢谢 我想呢 我们呢 就像互联网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会提到呢 这样他这个马来西亚 或者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样 一些实质 形成这样一些 有个正式的一些犯罪的话 如果是证明正式的犯罪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做了坏事 不管你结果怎么样 只要你干了 结果出没出来 是不是已经产生伤害 如果他们已经把坏事做完了 完成的话 这个他就是一个犯罪的这个犯人了 他就是罪犯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假设一下 只要上网 都是想 这个走向世界的 是吧 在这个多这个司法的情况下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真正的这个实施 有一个权益来实施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如果呢 他们 他们不 没有这种 司法管辖权的话 就肯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每一个国家 他有制外这个司法的这个 管辖权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下 在多大程度上 每一个国家 这个来一个 从这个法律条款上 怎么来执行 因此呢 大家可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谢谢 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了啊 就要休会了 下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吗 没有时间再提问了啊 我想这样 快速的总结一下 我们这次会议上的主要的成果 然后我在让这个在座嘉宾 你们再简单的说几句 你们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话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我的在讨论过程中 听到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系列的这个提出的问题呢 都是在会议之前 IGF的那个立先官方就提出来了 我正在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 好像都谈完了都答了 如果在座的 大家看到有些问题呢 是不是没有答 网站还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说的 没有答得非常充分的话呢 说一下多数的问题呢 我们都已经谈了 其中包括布达佩斯公约 IGF的作用 怎么样来帮助一些国家 来解决各种不同的网络安全的问题 还有这个打击这个僵尸网络 垃圾邮件的这种 跨边界的合作的问题 网络安全的问题 反恐的问题 我们这好多问题 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今天下午都讲到了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想提的话呢 我想请你们呢 就可以来问 最后一段时间了 那主要的是一个会议的收获呢 好像大家都同意 这个垃圾邮件 还有这个黑客 在我们安全方面 都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都应该和我们 有要求跟我们共享一些 现有的一些最佳实践 Karen也讲到了 就他这个ISAC的一些项目 怎么样帮助这个有关的国家 现在这个垃圾涉行 是个大家都赞成的一个题目 另外还有比较加强国际上的 还区域的这种合作 同时还有一些国家的 它们能力方面的 这个操作方面的合作呀 还有法洛框架的问题 怎么样呢 协调统一法律呀 标准呢 也有个各种不同的 这个网络犯罪法律的协调 还有这个布达佩斯公约 但是我想再问问 这个大家 你们在最后说几句话 我们就结束 今天下午的会议了 Chris 你先来 这个讨论的非常有意义 而且一点也不惊讶 这些三个问题呢 都是相互关联的 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 在全球都要统一 做好这样的工作 布达佩斯公约 能力建设 最佳实践 这些还有呢 这个MARC的这些工作呢 还有等等 HF的确实在整 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扮演 非常重要的作用 来提醒很多国家 注意问题 有几个问题呢 我们接到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很感兴趣的 我们没有完全的解决 一个就是怎么样来实现 即实现网络安全和开放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对美国来讲也是这样 网络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必须与此同时的 要保证这个平台的安全 同时要保证互电网 平台的安全 因为互电网的开放 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和经济创新和社会的发展 在美国呢 我们确实呢 有一个国际性的战略 来保证网络空间 同时我们也明确表现 表示要保持 它的这个信息公开 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沟通的架构 在美国和全世界呢 我们都需要呢 做很多的努力 使我们的网络安全要成功 只有一个问题呢 我没有解决 就有人说啊 他没有看到很多 执法部门的这些人 参加这个会议 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论坛 有意下一次的IGF会呢 我们应该呢 请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式参加来 其中包括执法部门 不仅仅是那些三个社区的 社区这个民众社会啊 政府啊 技术界的 还有企业界的 在不同的这个行业中呢 政府中呢 要有执法部门的代表 还有这个政策制定部门 也应该参加 这个非常好 我想我的发言的结束 再次感谢讨论 同时也感谢你们 给我提出的问题 谢谢 克里斯 我想 说 这次下午的讨论 非常好 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啊 我们连休息都没有 我要感谢大家呢 非常耐心的 容忍了我们 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会议 这次没有休息 中间 我有几点想 再作为结论呢 提一下 我们非常同意 克里斯 那三个这个题目的相互 是关联的 确实 我们确实 政府 私人行业 民众社会 和所有的这个 我们所代表的这种社区的 这个合作 他们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我想说的 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要专达住截店呢 当国家 采取了 制定了网络犯罪 网络安全的政策的时候呢 你们不能孤立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应该以一种合作的方式 协调的方面 协作的方式 来落实这些法律 要积极的参与接触 我们要找到各种不同的备选方案 它能够最好的 能够在全球 来加以落实 要非常好的协调 同时 这执法部门的合作 要更加有效 第三 我要说的这个大会的收获 就是 一些国家在处理这个 两万安全网络犯罪的 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应该加强区域集团 和次区域集团的合作 我觉得刚才那个 马克讲得非常的好 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还专门要这个 有一个这个英联邦 IGF的这个讨论的会 斯里兰卡呢 就是 这个 过去被英国统治过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英联邦下面53个国家之一 我们要参加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区域方面的合作 这些国家在制定这个网络打击网络犯罪呀 制定法的过程中呢 都应该呢 这个加异工作 确实有必要呢 让我们这些国家来共同的合作 其中包括区域机构 还有次区域的机构的这种合作 不管是什么样的集团嘛 我们都应该更好的来协调我们的这个工作 来保证全球的合作 更加有效的打击网络犯罪 然后 最后我要说的一段话呢 就是在建立这种支持 执法部门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架构的国中 在这个国家中呢 这个执法部门本身是做不了的 他们必须要 依赖于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支持 他们需要很多的新数据 新的技术 才能应对这个出现的网络犯罪的案例 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有必要 让这个私营行业跟我们的合作 同时呢 要跟国际的组织进行合作 例如欧洲议会 欧洲理事会 以及这个亚太 这个SIRT这个机构 所以呢 不管什么机构进行合作 大家都应该早起 不应该孤立的来这个做这样工作 总是有人来合作 不能自己来这个单干一套 斯利兰卡呢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一直在认真的研究 各种不同的方案 我们确实呢 受益废前 Kris呢 刚才早些时候已经讲到了 肯尼亚通过了一个 这个移动支付的系统 斯利兰卡呢 在去年8月份呢 在东盟地区第一个 开始了这个颁发了移动支付的执照 而且我们这国家开始了 这个网络银行支付的这个工作 我们这样做呢 我们已经呢 在这方面呢 有效地采用了最佳实践 对网络安全进行了管理 事件的应对的能力 也是有这样的机制 这样呢 我们可以有效地解决 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事件 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世界的最佳实践 好 我要说的话就完了 谢谢 谢谢 你们专家还要说的吗 Karen女士 谢谢 我是互联网社会的这个代表 感谢大家 允许我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怎么样打击这个垃圾邮件的这种 一些计划项目 而且呢 大家积极参与了我们这个讨论 希望呢 通过它呢 能够鼓励更多的国际的互联网的合作 使我们这个整个的 多立相关者呢 共同的参与这样的工作 谢谢Karen 那我建议呢 作为最后的这个报告呢 我们应该把一些例子 包括进来 就你讲的例子 例如这个MARG的最佳实践呀 还有行动计划呀 我们能不能放在我们的会议报告中 行吗 确实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非常这个 大胆的计划啊 这个确实呢 这个在IGF呢 我们具体的一个 每年地区都有这种活动 礼拜 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种人呢 都是这些天才 他们呢 可能都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IGF呢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搞一个特殊的培训 可能是我临时想了 我想想法 这是一种选择方法 这样呢 利用机会来进行培训传播知识呢 这样呢 大家回去的时候呢 就会 不仅仅是 带回家的这些谈话的观点 你可以作为一个建议 把它放在这个IGF的这个报告中 作为一个建议行不行 作为我们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行吗 因为主要的议题之一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能力建设 所以呢 能不能把作为建议放下来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刚才Karen的那些例子 作为附件 把它也放下来 好 主席说 那么现在我宣布会议结束 感谢大家 急着参与 欢迎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忘了 这还有要说话吗 主席还要说话呢 主席才能最后呢 宣布说话 他也说几话 对不起啊 我 只说一段话 就是在我们讨论中 说一句话 根据我们的这种 不同的这种谈话的视觉 我觉得呢 我在垃圾邮件 和网络犯罪是有联系的 他根据他的动力 这个 有些呢 可能是这个合法的 合法的 但是如果他的动机 是坏的动机 比方他 想 让消费者不高兴了 伤害了消费者的话 或者毁坏了 损毁了 或者说呢 使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工作不正常了 这样就把它定性为 网络犯罪 要怎么解决网络犯罪的案例呢 能不能这样更好 就是在未来啊 我们谈一谈 就是这个 起诉他 因为在这个 多力相关的系统呢 系统内 他跨边界的 这样呢 我们呢 大家都应该共同来 各国来 共同的 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谢谢大家 现在我想请 库马先生 是不是再说句话 不是闭目讲眼啊 我想 组织问题啊 讲讲 有些问题呢 在最后这个问题 刚才这个 我们的利益相关方提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来平衡 就是国家保护网络安全和公民安全 公民权利 言论自由的这个 获得信息 自由结社的这方面 要达成平衡 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谈这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礼拜五 不是下礼拜五 就是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就是政府的监测的问题 有这么一个会场 有这么一个会 在我们的项目 这个疫情中没有 但是呢 我们很多参与者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日冲没有 我们如果大家 这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这个IGF的网站上 了解这个网络监测 星期五上午九点半 这场会的这个情况 好 那我让主席 你在最后 你宣布会议结束 谢谢所有的发言者 主持会的这个主席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确实呢 在讨论中呢 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和收获 现在宣布散会 这个麦克风呢 我就给IGF的秘书处 他们是不是有通知啊 没有 没通知 那再次宣布散会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